这期继续分享《小神医》第六十三篇 薄 王虎立即惨叫一声 连忙朝着四周扫视而去 同时大喝道 是谁暗箭伤人 赶快站出来 他的声音在山林中震荡 但是过去两久之后 却没有一个人出现 而那茂密的丛林之中 似是充满了危险的气息 王虎不由地缩了缩脖子 如果有人出来他倒是不怕 但现在竟然在伤到他之后 没有人出来 王虎立即意识到 周围危机四伏 现在在原地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甚至看着手里的血生花 将他吞下去不是 不吞也不是 只能瞪大眼睛 不断地朝着四周扫视 似是要找到暗中 对他出手的那个人 但此时的暗中四下里 一片寂静 甚至安静地可怕 王虎知道周围有人 但周围的人不肯露面 而且隐藏得极好 与此同时 在不远处隐藏在暗中的尘二狗 也知道周围有人 与他一样虎视 单单地盯着王虎 不过 那盯着王虎的人 不愿意现身 陈二狗在没有摸清 对方的实力之前 不会轻易地暴露自己 而那暗中的人 与他想法一样 射出一箭之后 迟迟没有现身 出不出来 不出来 我走了 王虎朝着周围咆哮一声 对方不出来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随即 王虎便起身准备离开 嗖的一声 忽然 暗中又是一道寒芒袭来 正是暗中的那人 又射出一箭 箭矢化作一道残影飞快掠过 瞬间击中王虎大腿 扑通一声 王虎直接跪在地上 惊出了一头的冷汗 走又不让走 想杀他也不给个痛快 王虎心里直骂娘 从来都没见过 这么丧心病狂的家伙 他到底想搞什么 难道要把自己折磨至死 王虎欲哭无泪 这比杀了自己还难受 他为了不再饱受折磨 看了眼手中的血生花 眼中充满不甘 但一咬牙说道 你不就是想要血生花吗 我把血生花放在这里 想要随意 只求放过我 说完 王虎恋恋不舍地将血生花放到了地上 然后拖着受伤的腿 一瘸一拐地离开 嗖的一声 忽然一道寒芒袭来 王虎犹如惊弓之鸟扑通一下 立即摔倒在地上 而那只羽箭直接射在了他的脚下 意思已经很明显 就是不让他离开 这一刻 王虎直接炸锚 你特么到底要做什么 看到王虎被耍得团团转 陈二狗无奈摇头 他知道自己若不现身 跟自己一样隐藏在暗中的那人 也不会让王虎离开 对方是要通过王虎来牵制自己 但此时 陈二狗的神色一动 是时候结束了 他的话音刚落下 忽然之间树林之中传来一声售吼 紧接着扑通一声 一个身影忽然从树枝上坠落下来 落地之后 那身影迅速地翻滚 砰的一声 就在他刚滚开 一只蕴含着强横力量的狼爪 猛然拍下 这一击虽然落空 但是强横的力量 直接将地面拍出一个大坑 同时伴随着力量的冲击 那翻滚的身影 立即受到波及 不禁哀忧痛叫了一声 不过这身影的速度相当敏捷 翻滚到一边之后 立即起身逃走 脚下所使用的步法 似是不同反响 但还未等他跑起来 忽然一道凛冽的剑一凝聚而起 紧接着 一把闪着寒芒的长剑 直接朝着他刺来 只是普通的一剑 但是这一剑 却似是蕴含着雷霆万军的力量 直接使得那身影 感觉到无比强悍的压迫 不要杀我 那身影连忙开口 陈二狗这一剑 本就没有想杀他 毕竟二狗并非是好杀戮之徒 而听到对方的声音之后 微微愣了一下 竟然是个女人 甚至 陈二狗在朝着对方看去的时候 看到他的模样 顿时一正 这个女人 自已好像见过 臭小子是你 而此时那女人 也看清了陈二狗的模样 不禁一咬牙说道 陈二狗一声轻笑 他已经记起了这个女人 正是在藏书阁遇到的那个 翻越清风旋女剑的女贼 当时被五丰城的寻补追捕 没想到竟然出现在死浑洞 臭小子 陈二狗眉头一挑 冷冷一笑 那女人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寒风 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小命 在陈二狗的拿捏下 连忙改口道 大 大哥 他心里痛恨陈二狗 当时在藏书阁内 若不是陈二狗将他揭发出来 也不至于狼狈逃窜 更不至于再被人追捕下 误入这死魂洞 在这里 若不是他逃命的本事还可以 早就成了别人盘中餐 不过整天过得提心吊胆 人都憔悴了许多 现在虽然痛恨陈二狗 这个藏书阁管理员 但奈何二狗的实力在他之上 甚至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个巨大的青狼 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若是说错什么 恐怕自己性命不保 看住他 陈二狗对青狼受魂吩咐一声 白眼青狼顿时会议 直接跳到了那女贼的面前 凶巴巴的盯着他 而此时 陈二狗已朝着王虎所在的位置走去 刚才王虎已被女贼的剑术 打得差点崩溃 血身花也被他扔到了地上 陈二狗走过来 直接将血身花从地上捡起来 这血身花自从采摘之后 需要尽快将其吸收 否则它所蕴含的能量 将会逐渐地消逝 现在已经消逝了一部分 不过陈二狗握在手中 仍旧感觉到 这血身花蕴含的血气能量 极为庞大 刚才救了你一命 这血身花就当是报仇了 陈二狗对王虎说道 王虎听到这话 顿时瞪大眼睛 这才意识到 当时丁云山差点杀死自己的时候 有人出手帮了他 竟然就是面前这个小子 可他看起来 未免太年轻了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实力 陈二狗说 他要拿走血身花当作酬劳 王虎什么也没说 刚才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差点赔上自己的性命 而且现在又被折磨得 差点崩溃 王虎在死里逃生之后 这才心有余悸地意识到 活着真好 血身花你随便拿走 不过能不能放过我 当然可以 你随时都能走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王虎顿时如蒙大射 身上插着两只羽箭 一瘸一拐地离开 王虎 就在这时 忽然一声大喝传来 紧接着一道惊人的气息冲来 王虎同龄般的双眼猛然一瞪 就在他离开之际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却突然冲出来拦住他的去路 丁云山 来人正是丁云山 眼神阴冷地盯着王虎 怎么不跑了 丁云山冷冷一笑 在看到王虎受伤之后 目光微微一动 看向王虎身后的尘二狗 以及不远处的白眼 清朗受魂 小子 你终于肯现身了 哼 竟然敢暗算我 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王虎就从你先开始 话音落下 丁云山手一挥 争的一声 顿时一把散发金芒的长剑 握在手中 剑锋一挥 携带着凌然的气势 直接朝着王虎斩杀而去 不要 王虎此时身上已经负伤 更何况面对的是 五者八重的丁云山 对方的实力完全将他碾压 斩杀他不过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此刻王虎的脸上 充满了惊骇的表情 心想这次彻底完蛋了 丁云山这一出手 在场的这些人 谁也逃不掉 他的实力 足以碾压所有人 丁 就在丁云山这一剑即将斩首王虎之时 忽然一道 寒莽乍现 紧接着另外一支长剑 从一旁刺来 精准无比地击中丁云山的长剑 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丁云山手中的长剑顿时一震 虽然没有被击飞 但是方向发生了偏移 没能命中王虎 躲过一劫的王虎身上 瞬间被冷汗尽透 连忙忍着身上伤势带来的疼痛朝着旁边闪去 而在他的身后 陈二狗身影直接浮现出来 想不到你竟然有点实力 丁云山看了一眼 陈二狗手中的剑 你的实力也不弱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此人没有死在青狼兽魂的爪子下 足以见的这五者八重的实力是真的雄厚 哼 丁云山不禁轻笑一声 你还没有资格评价我的实力 不过我倒是对你有那么一点兴趣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臣服于我 做我的奴隶 要么就死在我的剑下 给你一刻钟的时间来考虑 不必一刻钟 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陈二狗说道 威胁我的后果 便是死 话音落下 陈二狗直接一剑斩出 丁云山直接握剑迎上 咔的一声 在与陈二狗手中的剑碰撞之时 顿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但见陈二狗手中的剑 在对方的剑下 直接被砍出了一道窝口 甚至从那窝口的位置 顿时布满了裂痕 呵呵 丁云山顿时不懈地冷笑一声 说大话谁不会 小子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居然要我死 今天你的性命 在老子的手中难捏着 老子要你撕你便死 丁云山已看出来 陈二狗的实力 跟自己比差很多 而且他手中所用的长剑 也只是普通的剑而已 在自己制翠金剑之下 就是一把破铜烂铁 接下来 陈二狗若是还敢用剑交锋 直接让他剑毁人亡 一股凛冽的杀意 顿时从丁云山的身上升腾而起 犹如洪水猛兽般 朝着陈二狗席卷而去 受死 丁云山再度出手 翠金剑赫然斩下 一旁的王虎 看得直皱眉头 心里暗骂陈二狗 这小子就是傻 虽然有点实力 能够与丁云山抗衡 但也只能承受一招而已 接下来肯定死路一条 刚才就不应该 承能与丁云山交手 直接逃跑 还能跑得掉 现在这年轻人 真是又狂妄又自大 有点实力就觉得 自以天下无敌 王虎不禁摇头 眼神之中 顿时对陈二狗 透出了鄙夷之色 白眼清朗 就在丁云山一剑斩下之时 这一剑即将让他剑毁人亡 但陈二狗脸上 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淡淡的一声召唤 白眼清朗受魂 随着他的意识移动 瞬间化作一道清光 静静直地冲到了 陈二狗手中的长剑之上 嗡 顿时 陈二狗手中的长剑 一声嗡名震响 同时清光大作 天杀剑法 一声大喝 陈二狗手中的长剑 直接迎上去 轰的一声 再与对方的翠金剑接触一瞬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一股能量震荡 随即清光漫天 而那金芒在这一刻之间 变得暗淡无光 不好 丁云山顿时脸色大变 他刚才有信心 一剑将陈二狗斩杀的剑毁人亡 但是却没有料到 陈二狗不闪不闭 直接迎上来 而他手中 那把破铜烂铁般的长剑 竟然融入了青狼兽魂的力量 二狗这一剑 直接打得丁云山 猝不及防 在天杀剑法与青狼兽魂的力量冲击之下 丁云山手中的翠金剑 非但没有将陈二狗的破剑击碎 反而被陈二狗的剑微震的一阵颤抖 嗖的一声 丁云山竟没有能握住手中的翠金剑 直接被击飞出去 这一刻 丁云山脸都白了 他堂堂一名八重镜的舞者 而且有翠金剑这把宝剑辅佐 竟然被陈二狗一击破了剑招 甚至将他手中的剑击飞 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不可能 眼见着陈二狗又是一剑斩杀而来 此时失去武器的丁云山一声怒吼 躲避已经来不及 直接将全身的力量凝聚 一道翠金掌赫然冲出 扑的一声 翠金掌的威力虽坚固凶猛 但是在陈二狗的天杀剑法之下 再坚固的防御也抵挡不住这一剑 赫然将翠金掌击穿 随即剑身之上兽魂青光绽放 击穿掌印的同时 势如破竹般将丁云山的手掌击破 扑斥 最后 剑锋以极其强横的姿态 直接刺入丁云山胸膛之中 不 丁云山大叫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自已堂堂八重进武者 怎么可能会死在一个无名小子手中 他张大嘴巴想要说些什么 但张了张嘴却已经发不出声音 鲜血鼓鼓地从口中流淌而出 陈二狗直接将长剑从他胸膛抽出来 顿时血喷如注 我不甘心 丁云山脸庞扭曲猙獰地望着陈二狗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身体就已经无法再坚持住 被刺破的心脏瞬间停止跳动 紧接着 砰的一声 轰然倒地 暴毙而亡 刹那间 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来 王虎以及那女贼瞪大双眼 望着倒下的丁云山只感觉 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斩杀八重进武者 这种事 王虎想都不敢想 在武者八重的高手面前 他只有逃跑的份 甚至连与对方就交锋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年轻的小子居然斩杀了对方 望着倒在地上的丁云山 王虎正正地问道 你敢问阁下究竟何方高人 一个被流放到死魂洞的人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随即手中的长剑微微一震 从中冲出一道清光 瞬间回到了陈二狗的体内 那正是青狼受魂 嗯 王虎愣住了 他本以为陈二狗是一位隐士的高人 没想到也是被流放到这个地方 随即 王虎又十分好奇地询问 请问阁下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而被流放 杀人 陈二狗道 王虎便没有再往下问去 他也是因为杀人而且罪不可舍 才会被流放到这个地方 自生自灭 面前这个年轻人如此强大的实力 得杀了多少人啊 想到这里 王虎的眼中瞬间透出了几分忌惮之色 喂 臭小子 那女子怒气冲冲地朝着陈二狗走来 但在看到陈二狗冰冷的眼神之后 瞬间态度一变 说道 大哥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陈二狗道 什么事 带我出去 女子可怜楚楚地说道 我在这个地方都快要疯了 这里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整天提心吊胆 陈二狗无奈地说道 我也想出去 不过现在还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办法 女子连忙说道 那么说 以后你就可能有办法出去 陈二狗稍微沉默了一下 其实他在这里被流放半年的时间 就能传送出去 但是这件事 他不会轻易地告诉别人 因为若有人知道他能出去 说不准会怎么对付他 能不能出去 还要等到以后再说 陈二狗敷衍了一句 那女子直接来到他面前 连忙说道 那好 以后我就跟着你 听到这女子的话 陈二狗不禁皱眉 似是被对方缠上了 不过 在这个地方 他还不认识什么人 身边多一个人 也不一定是什么坏处 恩人 此时 王虎也一拳一拐地 来到陈二狗面前 眼巴巴地望着他说道 若是能够找到出路 能否也带我一个 陈二狗看向王虎 本来他打算从陈二狗手中 抢走血生花 就不再理会他 不过看样子 王虎也想跟在自己身边 少一个人 不如多一个人 况且 王虎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长 应该对这里有所了解 既然如此 让他留在身边也不错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 不管是这女子还是王虎 他们都能帮自己找人 现在尽快找到 杨雄他们 才是正事 毕竟传送出去的石头 还在杨雄的手中 这血生花 最好快点服用 否则时间一长 什么效果都没了 王虎提醒道 虽然血生花 是陈二狗 从他手中拿走的 但是现在 王虎知道陈二狗的实力 想要从他的手中 夺过来 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陈二狗送给自已 不过 就算真的送给自已 自已服用之后 也不一定能够与陈二狗的实力相媲美 而且他现在追随着陈二狗 若是二狗的实力越强 对他来说 自然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 王虎现在 也不掩馋这些生花 陈二狗不知血生花 能够为自己提升多少血气力量 想来应该不会比之前吸收的 那把风的血气低 随后 他找到了一个闭关的地方 让王虎与那女人在外面互发 而陈二狗直接开始吸收炼化血生花 不知过去多久 陈二狗在血生花的激发之下 体内又生成了大量的血气 更重要的是 血脉的力量扩充了数倍 身上的血气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与此同时 他的修为而已在稳步地提升 直接突破到了五者四重 这事 就在陈二狗的血气达到极限之时 他默然察觉到自己身上的一道枷锁四十打开 磅礴的血气力量开始凝聚 紧接着轰的一声 身上犹如惊涛拍案般一阵阵荡 凝聚的血气直接在他的丹田之中 接出了一颗血丹 陈二狗惊讶之余 催动那颗血丹 顿时一股力量充斥全身 轰隆一声 紧接着 陈二狗一拳打出去 他所闭关的煽动石壁 直接被震碎 而这股力量没有停下的意思 竟朝着四面八方 猛然一冲 一声巨响 瞬间引起王虎与那女人的注意 朝着陈二狗闭关的地方看过去 顿时惊讶地瞪大眼睛 但见他闭关的山洞已经倒塌 但是陈二狗却从那乱石堆里 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在他的身上 笼罩着一股喷涌血气气息 仿佛坚硬的铠甲一般 使得他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竟然这么强 陈二狗出关之时 着实吓了王虎一跳 他没想到 竟然有人能够从坍塌的山石中 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身上没有受半点伤 感觉怎么样 那女子连忙走过来 好奇地问道 陈二狗握了握拳头 身上血气旺盛 似是有用不完的力量 感觉良好 他淡淡地说道 其实是良好 我看你的血气力量应该进阶了 现在应该已经有血丹了 王虎说道 陈二狗微微诧异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粗犷的汉子 竟然知道这么多 连自己凝炼出血丹都知道 不错 已经凝炼出血丹 陈二狗也没有隐瞒 王虎羡慕地看着他 仅仅凭着血生花 还不足以凝炼血丹 在这之前 你的血气力量 应该已经很强了 陈二狗没有否认 淡淡地说道 运气比较好而已 把马蜂的血气吸收了 杀 文言王虎不禁一正 马蜂那个怪物 你都杀死了吗 他不可置信地望着陈二狗 马蜂他当然知道 在这个地方也是恶名远扬 被他发现的舞者 没有什么好下场 身上的精血 都会被他细干 但是没想到 换作陈二狗 却是轻描淡写地 说出这句话 那马蜂真正的实力 在丁云山之上 陈二狗不仅斩杀了丁云山 甚至在此之前 曾经马蜂斩杀 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 敢说这话 王虎根本就不会理会 但这句话 从陈二狗的口中说出来 便可以证明 他确实有那个实力 在下王虎 不知恩人如何称虎 王虎连忙询问陈二狗 尊姓大名 陈二狗 嗯 王虎善善一笑 他当时陈二狗敷衍他 随便便造了一个名字 不过王虎并没有在意 陈先生若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我 陈二狗看了一眼 他身上的伤势 说道 先把伤治好 好 王虎拿出空间带 然后小心翼翼地 从里面取出几份药材 在这个地方 像是他这样的修为 很难占据到资源 所以身上留的药材并不多 只有可怜的一点 不过用来医治他的伤势 应该够了 站在一旁的那女子 不禁撇了撇嘴 你似乎有什么意见 陈二狗看向他 只要你能带我出去 我就什么意见也没有 女子说道 陈二狗见他如此想要出去 忍不住问道 把你带出去 有什么用 任凭你继续偷鸡摸狗 危害治安吗 那女子顿时被气得不轻 我是有偷到 但我偷的都是有钱人 他们资源多得用不了 也不舍得分给我们 这样的穷困武者 我不觉得自己做错 陈二狗也看出来 他不是没分寸的人 至少不会欺负弱小 而且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他太自以为是 到时候 若将他带出去 就带他投案自首 也好给他个教训 你叫什么名字 陈二狗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个女子 苏雪 苏小姐 想要跟着我没问题 有些事情 我必须提前说明白 陈二狗说道 你说 苏雪道 从现在开始 一切都听我的 不许擅作主张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就留在我身边 不然就请离开 陈二狗提前警告道 这个叫苏雪的女人 虽然有几分聪明 但也无法保证 她不会闯出什么祸 所以为了预防万一 陈二狗直接嘱咐她一声 苏雪翻了翻白眼 凭什么都听你的 我又不是你的宠物 神色有几分不耐烦 那就请离开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哼 苏雪娇哼了一声 表示气愤 但现在有陈二狗 这个实力高深的人在身边 对她来说有很多好处 让她离开 肯定做不到 无奈之下 只能耍一下小杏子 表示不服 陈二狗也懒得多管她 待到王虎疗伤之后 便继续寻找杨雄三人的踪迹 现在距离半年的期限 一半的时间都没有过去 陈二狗便感觉到 在这里的危机 不知道谁会躲在暗处 因自已一下 在途中 她听王虎说起了这里的情况 整个死魂洞 其实就是一个孤岛 四面环海 但没有人能够确定出 这座岛屿的位置 因为岸边堆满了死人白骨 所以又叫做死魂岛 到现在仍旧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个地方 王虎曾亲眼看到 有一名武者抵达岸边 制作了一张木法 想要在海中漫游着逃出去 但在几天之后 王虎便在岸边发现了那人的尸体 不知被谁杀死 就像是突然暴毙而亡 也不知为何 尸体又回到这里 从那以后 王虎想要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也随之破灭 而根据王虎所说 陈二狗得知 在这死魂岛上 有几大势力 分别是金 图 雄 鱼 这也代表着四个人物 分别占据着一个区域 至于其他的高手还有没有 这点王虎就不清楚了 因为即便有闭关不出的高手 他也不知道 在他们这四人的区域内 虽然有不少的武者 但若是遇到这四位强者中的一位 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否则将会遭到高手的压制 而让陈二狗意外的是 在这四人之中的金所代表的是金老头 也就是他们刚到这里 要吃人的那个老家伙 陈二狗曾亲眼见过他的实力 一身防御极其强悍 就算是任凭别人打他三天三夜 估计都没有反应 对于这里的武者来说 金老头也是相当可怕的存在 几乎没有人敢招惹他 因为打也打不过 就算壮着胆子跟他较量 也破不了他的防御 不过 陈二狗凭着丰富的经验 已发现他的命门所在 所以对陈二狗来说 只要抓住他的命脉 立马就能反败为胜 随便找个地方扔了 就在这时 忽然一声大喝传来 陈二狗立即伸手 示意王虎和苏雪停下脚步 然后朝着附近的树后 躲去 在他们上方的山地高处 忽然传来扑通一声 紧接着咕噜咕噜 一个人影从上面跌落 翻滚了下来 直接落到陈二狗几人的面前 眼看着那人影 即将撞上一块大石头 陈二狗眼急手快 立即伸手一把 将那人抓住 随即将其拖到了石头后面 这么惨 在看到那人的时候 苏雪的眼中 透出了惊讶的表情 但见陈二狗放在地上的那人 身体已经遍体鳞伤 身子似是被鞭子抽打的 皮开肉绽 体无完肤 此时只剩下一口微弱的气息 这是怎么回事 陈二狗诧异地问道 而看到 这人如此模样之时 王虎不禁皱起眉头 然后对陈二狗说道 我们已经进入了图山的地盘 听说图山在这个地方 找到了唯一的金石矿脉 然后抓了大量的舞者 给他挖矿 前面 想必就是图山的金石矿脉 这个人 应该是当初被图山 抓来的矿工 王虎说出那人的身份 陈二狗不禁一正 望着那人若有所思 随之握住对方的手腕 一道真气 直接灌输到对方的体内 片刻之后 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人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眼前这三个陌生的面孔 眼神之中出现了迷茫之色 随即他发现 陈二狗正在为自己输入真气 于是微微抬起手臂 开口道 没用的 别白费力气了 见到他能够说话 陈二狗神情振奋 随即问道 能否回答我几个问题 那人声音微弱地说道 你问 你是不是被屠山抓住的矿工 陈二狗问 是 那人回答 并说道 你们赶快走 千万别被屠山抓住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 地狱 听着他努力说出来的话 陈二狗三人顿时神色一领 仅仅是从他这句话中就能听出来 此人被折磨得不轻 或许是将死之人 那人有很多的话要说 陈二狗为他灌输真气维持生命 就是想要从他口中打探关于杨雄三人的消息 随即 陈二狗将三人的面貌仔细地描述一下 询问那人可曾见过这三人 听完陈二狗的描述 那人不禁仰头思索了一阵 见过 砰砰砰 陈二狗心脏猛然跳动加速 这人竟然见过杨雄三人 他连忙问道 是不是在矿洞内 那人点头 陈二狗的神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杨雄他们三人 竟然被抓到矿洞内 这个地方果然危险 确定他们已经被抓进去了 陈二狗又确认一遍 那人也肯定地点了点头 不过嘴巴微微一张 似是想要说什么 而陈二狗此时已经将真气收回 陈先生 他好像还有话要说 王虎观察地仔细 急忙对陈二狗说道 陈二狗默然回神 又是一道真气朝着对方的体内灌输进去 那人的生命力 瞬间又得到了支撑 你好像还有话要说 陈二狗问道 那人说道 对 你说的那三人 不过我只见过两个 没有见你所说的憨厚汉子 陈二狗所说的憨厚汉子是杨雄 杨雄竟然没有跟王辰 郑南他们在一起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让我去死吧 老子 终于从这个鬼地方就解脱了 哈哈 在陈二狗思索问题的时候 那人带着一抹凄惨的笑声 缓缓地撒手人寰 这人真可怜 竟然被活生生打死了 苏雪看到这一幕 不禁有些感触 陈二狗缓缓回神 听到苏雪的话之后 看了一眼那已经死去的人 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可怜的 近来这个地方的人都犯过罪 或许十恶不赦 这便是因果报应 对 大家都是一样的 谁也不用可怜谁 王虎十分赞同地点头 可是我不一样啊 苏雪连忙说道 同时委屈的一掘嘴巴 眼泪差点流出来 他只是小偷小摸而已 算不上什么重大的罪责 但是在被追捕之际 不慎进入了这个地方 差点没有委屈死 陈二狗无奈一摇头 要说委屈 他应该是最委屈的那个 什么也没有做 就因为与同伴共同承担责任 就被扔进来 接受惩罚了 不过陈二狗对此 没有任何的怨言 如果一直耿耿于怀 必然会走上其路 极有可能会影响修为 好在他现在的心境极为豁达 走 我们去一趟矿洞 什么 听到陈二狗的话 王虎顿时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就连苏雪也顾不得委屈 愣愣地看向陈二狗 要去矿洞 你是不是疯了 他知道 陈二狗的同伴被抓到了里面 而陈二狗进去的唯一目的 就是救人 现在就有一个人从里面死出来 死在他们的面前 这已经提醒他们 进去之后九死一生 更别说去救人了 恐怕自己都是 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也不强求你们 愿意跟我进去就进去 不愿意你们可以从我身边 离开去任何地方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王虎和苏雪不禁正住了 两人望着陈二狗半天 随即王虎率先开口道 陈先生 你是我救命恩人 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不管你去什么地方 就算是龙汤虎穴 我王虎也愿意闯 好 如果真有危险 我不会扔下你 不管 陈二狗眼神坚定地说道 然后拍了拍王虎的肩膀 对他说道 走吧 说完 两人便静止地 朝着矿洞的方向走去 苏雪 在原地纠结了半天 最后朝着周围 黑漆漆的山林望了一眼 不禁秀眉一蹴 脚下一跺 直接朝着两人追去 你们等等我 片刻之后 陈二狗 王虎 苏雪三人已进入矿洞 不是他们自己主动走来的 而是被人抓来的 抓人的是一名黑汉子 身形比王虎 梁雄之流还要壮硕 使用一把大斧 直接将三人制服住 根据陈二狗的观察 这黑汉子的修为实力 大约在五者六重 或者七重之间 即便不用白眼清狼 受魂出手 陈二狗也能越即挑战 这个比他高来 那个三层的舞者 而且将其击败也不在话下 不过陈二狗隐藏了实力 装作一副软弱的样子 被这黑汉子拿下 王虎和苏雪也是如此 其中苏雪换了一身行头 乔装成了一个男人 这也是陈二狗的主意 毕竟一个女人 进入这黑暗的矿洞 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苏雪的姿色 也算是比较出众 若是看到他原来的样子 难免会让人有非分之想 哟 大黑子今天运气不错啊 竟然捉来了三个苦力 正当黑汉子捆着陈二狗 他们进来的时候 迎面一名男子 看到不禁一笑 眼神之中 皆是极度之色 嗯 黑汉子 嗡声嗡气地应了一声 没怎么搭理他 随即便带着陈二狗 他们三人 朝着矿洞的深处走去 哼 有什么可神气的 就凭你那点修为 只能说 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 看到黑汉子走远 那男子不禁撇了撇嘴 对着黑汉子 背影一阵不屑之色 大人 又抓来三个苦力 随即 黑汉子走到了洞窟的一个房间内 陈二狗三人进来的时候 不由地愣了一下 在这一暗潮湿的房间之内 竟然点着烛火 四周墙壁布置着书柜 居然有一屋子的书籍 而在一张书桌前 一名白面书生模样的男子 正捧着书籍 看得津津有味 黑汉子在旁边等了片刻之后 那书生模样的男子 才缓缓地放下书籍 然后朝着他们看来 神色冷淡地说道 好 先把他们身上的东西收缴一下 是 黑汉子应声说道 然后转身 便朝着陈二狗三人搜查 当场便将三人的空间带 收缴了上去 而那黑汉子 拿到三人的空间带之后 朝着里面看了一眼 顿时已皱眉 将空间带递交给喊书生 大人已经拿下了 不过这三个家伙穷得很 几乎什么都没有 那男子接过空间带 看了一眼 里面的东西 确实很少 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块武林精石 带进去 男子不耐烦地一挥手 黑汉子 立即将三人叫上 然后带着他们朝着矿洞的 更深处走去 进入这个地方 你们记住 少闹事多做事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黑汉子 带他们进来的时候 问声问气地警告道 大哥 我们都听你的 什么时候可以放我们出去 王虎可怜兮兮地问道 那黑汉子看了他一眼 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直接在前面静止地走 看到这里 王虎不禁回头 看向陈二狗 低声说道 看来出去的希望比较渺茫 陈二狗点了点头 下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那黑汉子带着他们 走到了一个井口的地方 直接朝着那井口的位置 指了一下 示意三人 从这里下去 陈二狗不动声色地照着 他说的做 紧接着就是苏雪 然后是王虎 三人 先后爬着梯子下去 二狗 这个地方 还有多深 怎么这么黑 里面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而且也不知道 里面有多深 苏雪毕竟是个女孩子 对于眼前的黑暗 似是感觉到有些害怕 陈二狗修为精进之后 感知能力也变强 即便是如此黑暗的环境 他也能看到 一些大致的轮廓 不过朝着下面看一眼 似是还没有达到尽头 快了 陈二狗在下面说道 哦 苏雪这才微微放心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 苏雪不禁问道 还有多深 马上就就到 陈二狗回应道 一会儿快了 一会儿马上就到 二狗你是不是骗我 苏雪这才意识到 陈二狗刚才完全就是在敷衍他 这个矿井的入口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深 妈的 居然这么深 下面的人都是怎么过的 往虎咒没到 他们知道 这个狭窄不见底的入口 通往的是下面的矿区 而且下去之后 再想要上来 也只有这一条路 如果想要从里面逃出来 恐怕比登天还难 这入口的位置 简直就是一夫当官万夫没开 而被困在下面的那些苦工 只怕比他们想象中过的还要苦 下面没路了 准备跳 不知多久过后 陈二狗的声音忽然响起 紧接着响起呼的一声 苏雪低头朝着下面看一眼 只见一个黑影 已经朝着有光亮的位置 跳了下去 那有光芒的地方很刺眼 不知道距离现在的位置有多远 苏雪也不好琢磨 但此时下面已经没有梯子 苏雪不禁一咬牙 她真不知道跟着陈二狗进来干什么 现在只要跳下去 恐怕就无法回头了 但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现在也由不得苏雪 啊 伴随着她的一声尖叫 直接朝着下面跳去 这一跳苏雪才发现 从梯子的末端 到下面竟然有十几米高 对于舞者来说这点高度 还不至于摔死 但是下面有个巨大的水池 似是为了让上面的人 跳下来缓冲的 苏雪脑袋一猛 如果掉到水池里面 自己立马就会变成落汤鸡 到时候女儿深估计都要被人发现 而且 她惊愕地发现 一群人从远处朝着水池跑了过来 一边跑还一边喊道 又有倒霉蛋下来了 快来捞人 苏雪落下的时候 一眼扫过去 差点晕倒 竟然全部都是青一色的男人 一个个精致上身 身上更是又黑又脏 跑到水池边 等着把他捞上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忽然从水池的边缘 掠过一道身影 搜的一声 一把爆住 即将落入水池的苏雪 冲了出去 苏雪只感觉到自己的脑袋 抵在一个宽厚的胸膛上 竟然还有一丝暖意 微微一抬头看去 顿时惊讶地发现 出手的人竟然是陈二狗 你没落水 苏雪诧异道 我落水了谁帮你 陈二狗反问一句 苏雪顿时无语 扑通一声 苏雪算是运气好 有陈二狗帮忙 从水池上方掠了过来 王虎则比较倒霉 身上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好 不适合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直接一头扎进了水池里面 可嗨嗨 待到王虎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 连咳了两声 差点呕吐出来 妈的 这水真特么臭 王虎骂骂咧咧地朝着 水池边缘游去 准备出去 但是就在水池的边缘 忽然伸出一只只大手 不由分说地将王虎抓住 喂 你们干什么 王虎被一群人抓着 顿时察觉到不对劲 连忙大叫 欢迎倒霉蛋啊 其中一个苦工笑着说道 随即王虎被这群人呼的一声 高高地抛弃 待到他不受控制地落下的时候 那群人立即退到四周 砰的一声 王虎接接实实地摔倒了地上 直摔得他呲牙咧嘴 哈哈 那些苦工看到这里 不禁哈哈大笑 然后又一拥而上 再次将王虎抓住 喂喂 王虎身上的伤势刚有点好转 现在被他们一摔 伤口处顿时传来一阵剧痛 够了够了 再摔就死了 哥哥们饶了我吧 王虎连连求饶 但是那些人根本就不顾他的死活 哟 这家伙装得还挺像 倒是挺圆滑的 大家就让他飞得再高一点 一个人起哄说道 其他人纷纷哈哈大笑了起来 根本就没有管王虎怎样 抓起他来 数了一个一二三 又准备朝着更高的地方跑去 刹那间 王虎整张脸都白了 不管他怎么求饶这些人都不听 而且这群家伙完全就是一群疯子 再摔一次恐怕自己要摔个半死 砰 砰 砰 就在那些人抓着 王虎想要再玩一次的时候 忽然之间一道道 凌厉的尽力袭来 伴随着一声声闷响 一大半的苦工横飞出去 紧接着一个身影站 在众人的面前 冷声道 够了 陈先生 王虎劫后余生 顿时感激地看过去 不出意外 果然是陈二狗出手救了他 你什么意思啊 一名身材不高 但身形极其壮硕的男子 直接来到陈二狗的面前 质问他 我还想问你们是什么意思 陈二狗冷声回应 小子 你懂不懂规矩 那人说道 这是我们的欢迎仪式 大家都是被抓来的倒霉蛋 你竟然赶出手破坏气氛 怎么你还比我们高贵是吗 陈二狗眉头一沉 说道 他身上有伤 你们这样会直接害死他 二狗已经尽量客气地 给他们解释 那男子听后不由地冷笑一声 现在我说他了吗 我说的是你 小子 敢在这个地方动手打伤 我们兄弟 你这个新来的 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吗 那男子质问 同时男子的身边 几名凶神恶煞的人 同时盯住了陈二狗 眼中的神色似是想要杀人 没那个意思 我只是在帮朋友解围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解围 你特么对朋友倒是够意思 哼 可你帮他解围 动手动脚的是我们兄弟 那男子的表情逐渐争鸣 那你想怎样 陈二狗缓缓地问道 跪下 突然有人大喝道 那些苦工瞬间响应起来 对 跪下给我们每个人 挨个磕十个响头 大爷们就算原谅你了 你们疯了 苏雪看到这一幕 不禁醋眉 毕竟是女孩子 心比较软 看不惯这么多人 欺负陈二狗一个 刚才说话的那男子 直接盯住苏雪 你跟这小子一起的是吧 听你的意思 是想跟他一起承担后果 眼见着这些人 要将苏雪牵扯进来 陈二狗直接上 前一步说道 不关他的事 你们想让我磕头是吗 不错 那男子只高气扬道 乖乖跪在地上 给每个人磕十个响头 以后我们保证 不在这里欺负你 好 那你先承受我一拳 陈二狗说话间 骤然冲到那男子面前 随即拳头一扬 顿时一股强横的力量 犹如珊瑚海啸般 化作全劲冲击出去 砰的一声 沉闷俱响 那男子还未反应过来 当场便横飞出去 噗 同时空气中飞 见出一片星红的血雾 随之那男子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嘶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那些苦工 一个个瞪大眼睛 你竟然敢打诸哥 小子 你死定了 众人看向陈二狗的眼神 此刻仿佛是在看一个死人 诸哥 随即几名苦工 连忙跑过去 将朱大肠扶起来 关切地询问道 诸哥你没事吧 朱大肠的脸色 已变得惨白无比 刚才陈二狗 那一拳蕴含着 极强的血气之力 同时他在运转血气之力时 使用出了猎山拳 爆发力极强 面前这个换作 朱大肠的家伙 也是一名 实力不弱的舞者 至少已经踏入了舞者境界 但是 在陈二狗刚才的攻势之下 他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 我 我没事 朱大肠强忍着胸口的剧痛 咬着牙站起来 在身边这些人的面前 他不想让这些人看出 自己现在的惨状 于是硬撑着站起身 目光狠狠地朝着陈二狗瞪去 小子 我看你是新来的 给你几分面子 让你给大家磕头赔罪 就算完事 没想到 你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居然敢对我动手 哼 接下来就别怪我不客气 兄弟们 给我拿下他 扔进水牢里面 关三天三夜 朱大肠知道 自己现在的状况有点差 所以他直接一声招呼 让兄弟们动手对付陈二狗 虽然刚才被陈二狗打伤 但是他相信 陈二狗的实力不如自已 刚才只不过是自以大意 让陈二狗得逞罢了 等会儿抓住你 老子狠狠地教训你一顿 朱大肠恶狠地瞪了陈二狗一眼 小子受死 呼的一声 几名苦工立即冲了上来 他们虽然是这个地方的苦工 但也是被抓来的武者 虽然在这个地方经历了不少折磨 导致修为下降 但也是有实力的 这几个人同时冲向陈二狗 在暗无天日的地底矿洞内 犹如一只只发疯的野兽 一拳一脚全部朝着陈二狗的致命要害砸去 你们过分了 陈二狗说了一声 直接摆出架势 一股力量凝聚到手掌之上 轻风掌赫然而出 砰砰砰砰 就如同刚才陈二狗出手一样 那些人还没有靠近他 瞬间便在他的掌下被震飞出去 你们怎么了 连一个臭小子都拿不住 朱大肠瞪大眼睛 望着那些被陈二狗一掌打飞的人 再来 随即他大喝一声 让这些人再往上冲 不必了 就在这时 陈二狗一摆手说道 这些人不是我对手 没必要让他们再自找苦吃 周围的那些苦工 不禁惊讶地望着陈二狗 他们本以为这次来了几个好欺负的新人 况且陈二狗如此年轻 应该没什么本事 但是眼前的这一幕 却让他们感觉到这小子的实力不一般 陈二狗朝着周围看了一眼 其实 刚才进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现 在这地底深处的矿洞内 似是没有人员看守 只有这些苦工被困在这里 而且再确认一遍 并且凭着青狼受魂灵敏的嗅觉 也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 可以断定 这里只有这些苦工 所以陈二狗没有怎么隐瞒自己的实力 朱大长桌时被他的实力惊了一下 不过随即哈哈一笑道 小子 真当我会怕你吗 你虽然有点本事 但在这个地方 要想活下去 还得乖乖听我的 说着冷冷地瞥了陈二狗一眼 那眼神之中充满了戏血之色 你们全部去干活 随即 朱大长对周围的那些苦工吩咐道 那些苦工立马听了他的话 拿起工具去矿区内干活 所谓的干活便是在这矿区内挖掘武林金石 陈二狗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条通道 那都是人工挖出来的 这里的金石矿脉也被开采了一部分 看来这个地方已经存在的很久 朱大长带着苦工去干活 陈二狗三人则停在了原地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苏雪疑惑地问道 陈二狗刚来这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反倒是他与朱大长直接有了过节 而朱大长寺是这里的一个核心人物 众人都听他的 就算是想要打谈消息 恐怕对方也不肯告诉自己 甚至陈二狗不知道 他会不会与上面的人有联系 陈先生 不好意思刚才都是因为我 王虎走过来自责地说道 他知道陈二狗进来是找人的 而一进来就与这里的人闹僵 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这件事是因为他而起 所以有些自责 不怪你 陈二狗说道 刚才即便是王虎没有受到欺负 自己或者苏雪也会受到欺负 在这些苦工以及朱大长的眼中 他们即使刚被抓来的新人 也是外来者 对于外来者 他们自然不会客气 吃饭了 很快到了饭点 苦工们停下手中地活过来休息 同时朱大长手中拿着一个空间带 不断地从里面掏出一些食物 以及水分给那些苦工 虽然食物都很简陋 就连水也有杂质 但一旁的王虎却看得直咽口水 他因为受伤的缘故 身体还比较弱 现在格外需要食物冲击 但在朱大长将食物分给那些苦工之后 立马朝着陈二狗等人看了一眼 眼神之中透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小子 我知道你实力强 但是光有实力有什么用 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吃饭 或许凭着你的体质 饿上七八天没有问题 可在之后你依然需要食物 若是不想被饿死 就乖乖听我的话 朱大长高高在上地看着陈二狗三人 陈二狗知道他说的话是真的 在这个地方 食物对于他们来说极其重要 尤其是这些做苦力的人 体能消耗巨大 尽管是舞者也需要冲击来补充体力 这些食物 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地下矿洞内 也不会凭空变出来 如果没有猜错 食物是上面的人所提供 而通过食物 上面那些人不需要下来监视 就能轻松地掌控这地下矿洞 除非有人想要饿死 否则就要服软 这个地方让陈二狗感觉到 更像是一个地牢 所有人都被囚禁在这里 也不知道王晨 正难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 而这些苦力之中 却没有发现两人的踪影 这不禁让陈二狗皱了皱眉 这还用考虑吗 只要你们跪下来赔罪道歉 今天的食物可以分你们一份 猪大肠以为陈二狗皱眉 是考虑食物的事情 随即便似是捏住了陈二狗的命脉一般 洋洋得意地让他赔礼道歉 你很无趣 陈二狗说道 呵呵 猪大肠倾笑道 小子看来你很酱 有本事你们在这里不用干活 也不用吃东西 我看你们能坚持几天 猪大哥 我的那份食物呢 就在这时 一个瘦弱的年轻人 缓缓地走到了猪大肠的身边 弱弱地问道 猪大肠冷眼看去 什么食物 蒋小松 你也配吃东西 我安排给你的任务做完了吗 那名叫做蒋小松的年轻人 不禁深深皱了皱眉头 你让我挖出一百块五菱精石 就算是十天十夜 我也挖不出来 到时候我都要饿死了 哼 我不管 饿不饿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没有挖够一百块精石 休想吃饭 猪大肠冷漠地说道 猪大肠 蒋小松听到他如此无情的话 顿时勃然大怒 你欺负我 给我等着 等我哥回来 肯定要你好看 你哥 猪大肠不禁冷笑道 一个蠢货而已 竟然妄想从这里逃出生天 现在估计已经被上面的人打死 他根本不会再回来带你离开 不可能 我哥绝对不会死 他一定会回来 蒋小松摇头道 那你就等着他吧 要么挖一百块精石 要么等你哥回来 给你打包不平 猪大肠冷笑道 蒋小松只咬得牙齿咯咯咯咯作响 你看这个小家伙 跟我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个人 模样有几分相似 苏雪此时看到蒋小松的样子 立马就联想到 他们在矿洞之外 遇到那个被打死的人 陈二狗也注意到了 随即点头 外面死的那人 应该就是他哥 什么 我哥死了 陈二狗与苏雪谈话的声音 虽然不算大 但却落入了蒋小松的耳中 他顿时身体一颤 连忙朝着陈二狗看来 声音都在颤抖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哈哈 他应该不会骗你 毕竟是刚从外面抓来的 说不定亲眼目睹了你哥 惨死的场面 此时朱大肠的笑声中包含了幸灾乐祸 蒋大友活该死去 竟然还妄想逃出这个地方 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竟然敢骂我哥 我跟你拼了 下一刻 蒋小松的精神瞬间崩溃 犹如发疯一般 直接朝着朱大肠扑去 砰 但还未等到蒋小松靠近朱大肠 直接被朱大肠一拳砸飞 随即 朱大肠怒道 反了你小子 竟然敢对我动手 给我往死里打 他最后一声 是对那些苦工所说 当场便有三名苦工 收起还未吃完的干粮 直接在朱大肠的遗址气室下冲了出来 二话不说 便朝着已经被轰倒在地上的蒋小松 一阵拳打脚踢 瞬时间惨叫声响起 而现场那些正在吃饭的苦工 却没有一个人去管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似是这种情况 已经司空见惯 住手 就在这时 陈二狗身边忽然传来一声呵斥 紧接着陈二狗便发现 苏雪冲了出去 直接朝正在打人苦工冲去 陈二狗微微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竟然是苏雪率先看不下去 碰碰碰 就在苏雪冲过去的一瞬间 那三名苦工冷冷一笑 直接放弃了地上的蒋小松 赫然朝着苏雪出手 在三人强横的攻势之下 苏雪的实力还差了一点 仅仅是承受住了三人联合攻击的几招之后 便迅速地被逼退 那三人不依不饶 将苏雪逼退之后 依旧没放过他 小子 就你这种娘娘枪 还敢多管闲事 看来不给你点教训 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三人气势汹汹地朝着苏雪杀来 苏雪不禁秀眉一蹴 不过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雄厚的气息 直接从苏雪的身后爆发而出 在那三人即将击中苏雪之时 一只砂锅大的拳头当场轰出 周围的空间一阵阵的 强横的拳进 直接掀起了一股气了 轰 在这一拳之下 三人同时被震飞 又是你 朱大肠不禁眉头狠狠一皱 从尘二狗的这一拳 他已经看出 这小子的力量竟然如此强 小子你找死 刚才被尘二狗一拳震飞的三人 此时已经从地上爬起来 不禁大叫一声 再度杀来 住手 但就在他们刚想动身的时候 朱大肠忽然一声大喝 直接将这三人叫住 朱大哥 你为什么喊我们回来 这小子如此嚣张 就应该将他制服 其中一个人说道 朱大肠皱眉道 我没看出他嚣张吗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再冲上去也奈何不了他 那怎么办 难道任由他在这里继续张狂 听到这里 朱大肠不禁冷冷一笑 继续张狂 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们了 首先只要我断掉他们的食物 他们早晚有一天 会跪着哭着来求我 另外 老大最近准备出关 若是老大出手 此人不过是一只蝼蚁 听到朱大肠口中说出老大 那几人不禁神色一领 很显然朱大肠所说的老大 地位不低 吃饱饭就去干活 朱大肠继续奴役苦工干活 他虽然不是上面派下来的人 但是他知道 每个月没有五魂精石上交 就拿不到食物 到时候不但自己会饿死 就连这些苦工也都会被饿死 这就是上面的人高明之处 没有一兵一足把守 却能死死地捏住他们的命脉 那些苦工也知道 如果干不好活 就没饭吃 本来食物就贫瘠 若是挨上两顿饿 那滋味是相当的难受 你怎么样 陈二狗伸手将蒋小松 从地上扶了起来 后者的脸上浮现出了痛苦之色 刚才那三人群殴他的时候 下手着实不清 他的修为好像不怎么高 此时苏雪发现 蒋小松的武道气息很弱 陈二狗也能看得出来 蒋小松应该只是个武徒 而且入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 按道理说 这般修为不会被丢进死魂洞 苏雪疑惑得皱眉 我 跟我搁进来的 此时 蒋小松声音微弱地说道 陈二狗点了点头 看来情况也只能是如此 不然蒋小松只有武徒初期的实力 也不会把他安排到这个地方来 更何况 这年轻人看起来不像是犯过什么罪 如今流落到这一步 确实让人感觉惋惜 你们 你们真见到我哥了吗 蒋小松情绪激动地问道 陈二狗知道他已经听到了刚才的话 于是也没有隐瞒 将之前见到蒋大友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一开始 蒋小松不相信 但听到陈二狗说得如此具体 他不禁鼻尖一酸 直接痛哭了起来 没想到哥哥蒋大友 最终仍是没有逃脱那些人的魔爪 竟然被活生生地打死 看着痛苦流泪的蒋小松 苏雪疑瞬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二狗等他哭了一阵 然后拍了拍他肩膀说道 天道有轮回 或许是你哥生前的罪业太重 所以提前走了一步 不过你也别过度伤心 对他来说 死或许是一种解脱 解脱 蒋小松微微一愣 旋即低着眉头 不知在想什么 片刻后缓缓地抽气了两下 然后将眼泪抹干净 对陈二狗说道 谢谢你们刚才帮我 不必客气 陈二狗对他说道 你哥在外面 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 帮你也是应该的 听到这句话 蒋小松不知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大哥 蒋大有帮过陈二狗什么 眼神有些迷茫 对了 就在这时 陈二狗忽然话风一转 说道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两个人 说着他便将王晨和正男的相貌描述了出来 听完陈二狗的描述 蒋小松沉思了一下 似是在回忆 两久后点头说道 见过 他们是与我哥一起被抓进来的 怎么在此地没有见他们 陈二狗心中一动 蒋大有和蒋小松兄弟两人都承认见过他们 看来他们确实被抓到了这里 蒋小松摇头道 你们刚来不知道 这座矿山并不是只有这一个矿井 还有其他的矿井 对应着不同的矿区 之所以在这里没有见到他们 是因为他们在别的区 听到这里 陈二狗立即释然 看来运气不算太好 故意被抓进来之后 竟然没有跟王晨 正难分到一个地方 陈先生 接下来该怎么办 王虎不禁皱眉 他刚才也听出来了 陈二狗所找的人并不在这里 这下估计又要费一番功夫 你们是专门进来找人的 蒋小松在旁惊讶地问道 陈二狗点了点头 这件事 他原本不会任何人坦白 但蒋小松也算是一个信赖之人 所以 陈二狗没有对他隐瞒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两个人 蒋小松继续问 对 就是他们 不过运气不好 现在似乎不能直接见到他们 陈二狗说道 蒋小松震惊了 被抓到这里的人 都对这个地方避之不及 想着有一天能够逃出去 但是逃出的希望 却十分地渺茫 没想到 竟然有人故意送上门来 难道他们不知道 这个地方很可怕吗 蒋小松想到这里 漠然神色一领 然后对陈二狗说道 进来的时候 我曾发现 你要找的那两个人 好像就在我们隔壁的矿区内 隔壁矿区 听到蒋小松如此说道 陈二狗忽然眼前一亮 那岂不是离自己很近 这个地方 有能够去往隔壁矿区 他问道 蒋小松摇了摇头 暂时还去不了 除非将这里跟隔壁矿区 打出一条通道 而那将是费时费力的事情 如果打偏 更不知道何时才能到达对面 现在上面有人盯着 陈二狗不好 从上面进入旁边的矿区 但是如果能够打开通道 跟对面连接上 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到时候 先见到王晨 郑南 在筹划离开的事情 故故 就在这时候 忽然一阵奇怪的叫声响起 成 蒋小松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那是他的肚子在叫 自从大哥蒋大友走了之后 他就遭到了猪大肠的虐待 至今两天已经没有吃过饭 你饿了是吧 苏雪看向他 看着面前这个比他还小的年轻人 苏雪的眼神 就仿佛在看自己的小弟弟一样 带着一丝关心 蒋小松也没有再不好意思 他不禁愤怒地捏紧拳头 如果我哥还在 猪大肠根本不敢这么欺负我 现在说这些没用 王虎说道 理智一点 我们可以想办法搞点吃的 苏雪问他 你有什么办法 王虎道 还能有什么办法 从那个猪大肠的手里抢呗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他根本就不是陈先生的对手 就算从他手里抢来吃的 他估计连个屁都不敢放 陈先生你看如何 说完 王虎又看向了陈二狗 这件事 最后还需要陈二狗来拿主意 然而陈二狗此时只想找人 他对王虎说道 在这个地方 还是少惹是生非 以免多生祸端 别忘了我们真正目的 说到这里 陈二狗眼睛微微一闭 淡淡地又说了一句 我试着找下 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冲击的东西 怎么找 蒋小松诧异地望着陈二狗 但见陈二狗缓缓闭上眼睛 随即一道青光 直接从他的眉心飞出 朝着不远处的石壁上飞去 并在碰触到石壁的时候 直接没入了其中 那是什么 蒋小松好奇道 看到陈二狗的这道青光 曾经见识过青狼兽魂的王虎与苏雪 立马明白 刚才陈二狗释放出的 正是青狼兽魂 因为青狼兽魂是魂体的状态 除非它自以凝聚力量 能够造成实质的攻击 而平时这外界的一切都阻挡不住它 青狼兽魂化作一道青光 直接冲入了山层之中 陈二狗等待着青狼兽魂给出的消息 而苏雪等人也在他的身上等待着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 忽然青光一闪 白眼青狼的兽魂再次返回 然后化作一道青光 绕着陈二狗旋转了一圈 直接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跟上 陈二狗说道 率先跟上了白眼青狼的兽魂 苏雪三人紧随其后 再进入一条通道之后 青狼兽魂转了几个弯 最后在一处石壁前停下 并朝着那石壁撞击了几下 这是什么意思 王虎不禁诧异地问道 里面应该是他有所发现 陈二狗说道 大家准备工具 开始挖凿 苏雪三人一愣 随即便反应了过来 立即回到刚才广场的位置 将开凿矿卖的工具拿了过来 陈二狗看了一眼面前的这三人 蒋小松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干活 如果让他干下去 最后可能会经历衰竭而亡 苏雪一个女人 陈二狗也不会让女人做这种活 而王虎身上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好转 直接干活说不定会加重身上的伤势 看来只能我自己来了 陈二狗苦笑一声 三个妇孺病残 肯定指望不上他们 这种事情还得是自己亲力亲为 三人也不禁一阵面面相去 撑当当 陈二狗二话不说 直接挥舞起了铁稿 朝着面前的石层开凿而去 朱大哥 朱大哥 此时一道人影匆匆地跑到了朱大肠的面前 随即兴奋地通报道 你让我监视的那小子 他已经拿上工具 带着人干活去了 好 听到这里 朱大肠不禁一笑道 哈哈 我就知道那小子绝对会服软 因为他自从进入这个地方 就没有任何的选择 要么拿五灵精士换取食物 要么就活生生地饿死 哼 看着吧 不出多久 我就会让他彻底地沉浮于我 到时候 我便可轻松地揉虐他 朱大肠信心十足 因为他知道 但凡是被抓到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逃出去 最后只能向命运妥协 为了狗言残喘地活下去 必须要在这里干活 陈先生这似乎不是简单挥稿 王虎在盯着陈二狗看了一会儿之后 忽然发现 陈二狗每次挥动手中的稿子 都伴随着一股力量涌向 那坚硬的石壁 在他的面前 竟然就像是豆腐 也一样被轻而易举地击碎 你观察得不错 陈二狗忙里偷闲 回头对王虎说道 这其中蕴含着我正修炼的剑法 其实 在这里开凿矿石 也可以当成一种修炼 真牛逼 王虎不禁感慨道 看看那些苦工 都是埋头苦干 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把修炼与这种苦力活结合起来 而陈二狗的表现极为惊人 他竟将剑法融入其中 难怪一稿子下去 会有那么强的力量 陈二狗所融入在其中的 便是天杀剑 天杀剑讲究稳准狠 出剑之后将对方一击毙命 同时释放出的剑威力量 也所向披靡 无人敢挡 这就要求舞者对于力量把控好 同时意识也要跟得上 不知多久之后 陈二狗的身后 已经开始堆满了碎石 他将这条通道 又往前扩充了很长一段距离 虽然比较辛苦 但陈二狗为了练习天杀剑法 也是乐在其中 一旁的苏雪有些忍不住 直接伸手抓了一把工具 说道 我也来帮忙 你别动手了 这活不是谁能干的 而且很脏的 陈二狗说着 身子一抖 身上气息震荡 赫然将身上附着的灰尘震落 没关系 本小姐又不是没吃过苦 吃这点苦算什么 苏雪浑然不在意 直接在陈二狗的身旁 挥舞起了铁膏 叮 忽然一声清脆的响 众人立马竖起耳朵 同时看到了一抹亮光 从眼前划过 王虎的目光反应也迅速 直接锁定了那个东西 不禁说道 竟然是武灵精石 苏雪微微一愣 没想到自己这才刚用稿子开凿了一下 竟然就凿出了一块武灵精石 王虎你先收着 苏雪微微一笑 哎 好 老大你要加油了 你的手气好像不如苏雪 王虎笑了笑 最后调侃了一句 陈二狗 这段时间的接触 王虎以及苏雪渐渐地发现 陈二狗其实是个挺随和的人 尤其是对待朋友 他能够义无反顾地做出让人惊叹不止的事情 就比如 为了找到王辰宇正南 不惜闯入这龙唐虎穴之中 但是 如果是陈二狗的敌人 下场将会比较惨 因为陈二狗对待敌人 犹如寒冬般严酷 丁 丁 丁 随着陈二狗与苏雪不断地开枣 一块块的武灵精石 从中蹦出来 看来这个区域内有精石堆的存在 王虎不禁高兴地说道 刚才苏雪挖掘出的第一块精石 只是个开始而已 接下来的开枣便证明了 他们确实遇到了精石堆 精石在矿山中埋藏的位置不固定 而且四十随机生成 但如果遇到精石堆 便能表示 这个区域内蕴藏着丰富的精石矿 只要继续开枣下去 就会有收获 已经够一百块精石了 此时正在数着精石数量的蒋小松 不禁惊讶地说道 朱大肠给他定下一个任务 只要挖够一百块武灵精石 就赏给他一口饭吃 现在已经攒够一百块 就能直接去找朱大肠了 蒋小松不禁吞了吞口水 喂 你想什么呢 这精石还能送给那个家伙便宜他 王虎冷笑一声 似是看透蒋小松心里想什么 说道 那个姓朱的就是在刁难你 即便你给他拿出一百块精石 他立马又能再找到一个理由 而不给你食物 王虎毕竟也算是活了几十岁的人 对于一些事情看得比较透彻 听到王虎的话 蒋小松不禁挣了挣 他觉得王虎说得有道理 按照那朱大肠的性格 肯定不会如此善罢甘休 所以蒋小松立马放弃了 将精石交给他的想法 然后眼巴巴地看着陈二狗 希望他能够早点找到吃的 再不吃东西 蒋小松感觉自己就要晕过去 哗啦一声 现在谁不想死 马上滚原点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 陈二狗冷声说道 对于被斩杀的这名苦工 他没有任何的愧疚之色 尽管这些人被抓到这矿洞中做苦力 但这死魂岛上有九成九以上都是身负重罪的人 若不比他们凶残 他们就会对你更加残忍 秒杀了 陈二狗这一出手 直接斩杀了一名苦工 正朝着他冲来的那些人 全部都愣住了 毕竟直接死了一个人 对于他们来说 冲击还是非常的大 上啊 朱大肠催促道 但这些苦工明显被陈二狗刚才的攻势所惊到 我来 就在这时 一名凶神恶煞的壮汉站出来 他的身体极为强壮 看起来似是一座小山 手中更是紧握着一把大锤 是荣刚 这名壮汉的名字叫做荣刚 整个矿区的人都认识他 而且在这些苦力之中 他的地位也不低 尤其是他手中的那只大锤 就连大锤的饼都是用钢铁制成 锤头看起来十分的沉重 估计得有数百斤 配合荣刚强悍的力量 威力巨大 一般开矿的时候 只需要荣刚一锤砸下去 就能抵得上十几个人干的活 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敢招惹他 就连朱大肠都对他忌惮三分 荣刚你行不行 朱大肠问道 这小子可不好对付 荣刚直接一声不屑地冷哼 不出三招我就能把他碾成肉泥 不过 帮你解决这个小子 以后我的食物要加倍 朱大肠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荣刚平时的食物就是别人的脊背 若是在加倍 到时候肯定有人挨饿 这让他很难办 不过 稍微思考了一下 朱大肠说道 可以 小子 受死吧 听到朱大肠点头同意 荣刚直接来了干劲 抡起手中的大锤便砸了 大锤呼啸的气势 犹如排山倒海 周围的空间都是一阵激荡 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砸向陈二狗 这小子死定了 如此狭窄的区域 他根本没有躲闪的空间 朱大肠看到这里 不禁得意地翘起嘴角 他知道陈二狗无法闪躲 而且更承受不住荣刚的这一锤 当场便会被砸成肉泥 这一刻 王虎 苏雪的心更是直接提到了嗓子眼 没想到这矿区内竟然隐藏着一个如此凶猛残暴的家伙 陈二狗非得被他砸死不可 若是陈二狗一死 接下来就轮到他们了 破 就在那大锤即将砸中陈二狗之时 忽然之间 一道青光直接融入到陈二狗的铁稿上 随着他一声轻贺 铁稿以天杀剑法的剑招冲出 轰的一声 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之中 铁稿直接将锤头击破 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都狠狠地震惊了一下 他们看来 陈二狗拿着一个铁稿 想要与荣刚的大锤硬钢 完全就是以卵击石 但是 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时 陈二狗手中的铁稿 竟然比钻石还要坚硬 非但将大锤的攻势击破 甚至直接将荣刚手中这把铁锤斩碎 砰的一声 在铁锤被斩碎的一瞬间 荣刚直接不受控制地 被冲击力震飞出去 不可能 他不可置信地的瞪大眼睛 这把大锤来连最坚硬的石层都能破开 如今却被陈二狗 一个小小的铁锤斩碎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但他不知道 陈二狗现在的血气力量 已经是普通舞者的十几倍 乃至数十倍之多 而且 有白眼清朗的兽魂力量 附加在铁锤之上 使得铁锤变得坚硬无比 并且无坚不摧 这便是陈二狗现在的力量 击破荣刚一如反掌 听人劝吃饱饭 看来你根本就不懂 陈二狗冷声说道 刚才他已经发出最后的警告 但是有人不听 所以 陈二狗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又是一铁锤砸下去 不 不要 荣刚露出了惊恐之色 连忙惊叫 想要讨饶 但是陈二狗根本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因为二狗知道 对待敌人若是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今天若不在这矿区内立威 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好欺负 扑 血雾飞溅 荣刚还想要伸手阻挡一下 但也是躺臂当车 手臂直接被干得粉碎 随机稿子势如破竹 咔的一声 将荣刚脑袋砸得稀巴烂 吓 在场的所有苦工吓了一跳 不由自主地 纷纷朝着后面退出树部 朱大肠的脸色已变得惨白 他不敢相信 面前这一幕是真的 刚才还充满自信地想到 陈二狗必死 但眼下 陈二狗非但没死 反而将凶猛残暴的荣刚斩杀 即便是亲眼目睹 他也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接下来 轮到你了 陈二狗伸手一指朱大肠 朱大肠的脸色 更是在瞬间面如死灰 这一指仿佛死神在点他的名 他没想到 陈二狗竟然强大到这种可怕的地步 快上 朱大肠不是陈二狗对手 他立马下意识地朝着后面退缩 一边退 一边招呼那些苦工冲上去 但是现在苦工已经被陈二狗的实力震惊 根本不敢上前 谁若杀了他 我给你们两倍的食物 朱大肠恶狠狠地说道 朱大肠的话音落下 但是现场却一片寂静 没有人发出一点动静 四倍 见到无人动摇 朱大肠立马加大了赏赐 对于这些有时候 可能积一顿饱一顿的苦工来说 双倍的食物 已经让他们可以过得很舒坦 而四倍的食物 几乎不用再干活 直接一躺 就能清闲地做大爷 可是即便这样 众人看了眼陈二狗 又看了眼惨死在地上的荣刚 依旧没有人吭一声 八倍 朱大肠大叫道 然而 依旧没有人回应 此刻朱大肠的脸色 已经变得十分难看 陈二狗缓缓地走到他面前 怎么 现在已经无人帮你了吗 朱大肠狠狠地一咬牙说道 小子 你少在我面前得意 若是感动我一下 我大哥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大哥 对 我大哥就是这个区的老大 现在 虽然在闭关修炼 但只要他一出关 杀死你就犹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是吗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既然如此 就让你大哥为你报仇好了 看到朱大肠非但没有福气 反而又搬出一个大哥 陈二狗也没有对他在忍让 手中的铁鎬一挥 直接朝着朱大肠斩杀而去 不 朱大肠没想到 陈二狗居然真敢动手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陈二狗刚进来的时候 就有实力将他直接斩杀 但是陈二狗刚开始 并没有那么做 毕竟陈二狗是进来找人 并不是来找麻烦 但朱大肠一步步地紧逼 将陈二狗逼到了 不得不出手的境地 而将他斩杀 是陈二狗现在唯一可做的 同时也能够在这矿洞之内示威 以免此后再有人找自己的麻烦 所以 此次出手之后 陈二狗没有丝毫的怜悯 入手 就在陈二狗手中的铁稿 即将斩杀朱大肠之时 忽然之间 一道雄厚的尽力袭来 那尽气犹如寒风凛冽 瞬间将通道内的所有苦弓震开 随之气势汹涌得猛然一冲 轰的一声 陈二狗感觉到手中的铁稿 猛然一震 紧接着斩杀朱大肠的铁稿 产生了一股阻力 同时方向一偏 没有能将朱大肠斩杀 而一个气势恐怖的权印 在陈二狗面前消散 紧接着 一道惊人气势压迫而来 矿洞内的所有矿工 不由地朝着两边紧紧地靠去 同时瞪大眼睛 看着从后面走来的一名 落塞胡的中年汉子 与所有人不同事 这大汉身上穿着干净整洁 一尘不染 而在他的眉宇间 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魁梧的身形 给了在场人不小的压迫 老大 看到这大汉之时 众人纷纷惊呼道 大哥 朱大肠看到这大汉 更是差点哭出来 连忙惊喜地跑过去 大哥 你竟然出关了 嗯 那大汉缓缓点了下头 然后问道 怎么回事 朱大肠连忙可怜地说道 大哥 就在你闭关的时候 我们这里又来了个新人 他的实力很强 想要杀了我 而且 这小子还敢大言不惭地 说你不配当老大 大汉神色漠然一沉 眼中直接浮现出一抹寒毛 陈二狗听他添油加醋地说出这句话 不禁冷声质问 我说过这句话吗 朱大肠争鸣地说道 就是你说的 竟然想要夺走老大的位子 你胡说 陈先生根本没说过这话 王虎反驳道 说过 朱大肠还想说些什么 但此时那大汉一摆手 是以他闭嘴 朱大肠立马闭上嘴巴 在这大汉面前 脸上也不再见嚣张之色 随后 大汉的目光直接落到陈二狗的身上 他打量了一下陈二狗 然后又看了一眼地上惨死的荣刚 荣刚是你杀的 大汉问道 没有提刚才他们争论的事情 不错 陈二狗坦然道 大汉忽然一声冷笑 你刚才说过什么样的话已经不重要 看来你果然有几分实力 但在这个地方一山不容二湖 所以呢 陈二狗道 你选择自已了断 还是让我帮你 大汉冷森森地说道 陈二狗沉默了一下 我不喜欢争斗 随后陈二狗说道 大家也都是被抓进来的 自相残杀永无出头之日 你们就没有想过 凝成一股绳从这里杀出去 哈哈哈哈 那大汉听后静视一笑 可笑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谁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这里进来容易出去难 李奇想破脑袋逃出去 倒不如在这里站稳脚跟 陈二狗眉头一皱道 不错 你是站稳了脚跟 但他们在这里却饱受折磨 陈二狗所指的那些人 正是这里的苦工 小子 你真是幼稚 他们怎样与我无关 而且被扔到这个死魂岛上的人 哪一个又是好人 没必要可怜他们 况且这个世界以武为尊 只要你的实力足够强 就没有人敢不听你的 大汉说到这里 冷眸一扫 我若说饿你们三天 谁敢有意见 他的话一出口 在场的所有苦工 顿时脸色大变 引起了一阵骚动 但也仅仅是一阵骚动而已 并没有人敢说话 哈哈哈哈 看到这里大汉不由的 得意大笑 小子看到了吗 这就是实力 还不赶快跪下任老大 朱大长走上前来 恶狠狠地指着陈二狗鼻子 嚣张地叫道 否则我大哥将你碎尸万段 看来你还没有看清局势 陈二狗忽然冷地一笑 随之猛出一拳 出手的正是猎山拳 拳进拳部集中到一点 砰的一声沉闷震响 朱大长当场横飞出去 不过与上次挨陈二狗的打不一样 这次朱大长被陈二狗一拳打飞 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到 一名苦工的脚下 那苦工猛然一惊 看到朱大长整个身子都僵硬 不禁下意识地蹲下查看了一眼 随即脸色惨白地说道 死 死了 哗 全场震惊 不可置信地望向陈二狗 当着朱大长大哥的面 竟然把他杀死了 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 竟然敢杀我弟 那大汉看到这一幕 不禁勃然大怒 是他自己找死 怪不得我 陈二狗神色依旧淡然地说道 我看是你找死 老子一定将你碎尸万段 大汉看到弟弟被杀死 怒火已经从眼睛之中喷涌而出 整个人像是燃烧的火焰 气势猛然一震 轰的一声 狂暴的气息骤然从他身上爆发 周周的碎石更是当场被震得碾压成积粉 恐怖的气势顿时吓得周围的苦工 纷纷朝着更远的地方退去 生怕被他的力量波及 五折九重 陈二狗感受了一下这大汉身上的气息 大致可以判断出 他的实力应该就是五折九重 差一步就能踏入真五镜 陈先生小心啊 这人的实力很可怕 同一时间王虎和苏雪 也感觉到了这大汉强悍的实力 不禁担心地提醒道 陈二狗的神色瞬间凝重 他与这大汉的修为差距很大 毕竟自身只有五折四重 而这大汉已拥有五折九重的修为 若是一般的五折 九重镜对四重镜 将是无情地碾压 但陈二狗脸上 除了多几分凝重的严肃之色 并没有透出任何害怕的表情 去死 大汉一声怒吼 犹如野兽咆哮 握紧拳头便冲了过来 在他的拳头 只上一股气紧悬绕 犹如旋风一般 锁过之处 周围的空间都已经扭曲 陈二狗同样也是一拳迎上去 哄 两只拳头狠狠地撞击到一起 爆发的力量 顿时引起了一阵激荡 一股凛冽的风劲 从中冲出 朝着周围席卷 周围的人 顿时感觉到寒风凛冽 脸上像是被刀子刮过 什么 那大汉与陈二狗交锋之后 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差异之色 他能够感受到 陈二狗的修为 只是个四重镜舞者 但是 爆发出的力量 竟是如此强悍 甚至能够与自己的全境抗衡 这一颗大汉似是明白什么 震惊地说道 你竟然拥有如此庞大的血气力量 他已察觉到 陈二狗如此强悍 正是因为 他身上的血气力量 异于常人 现在的血脉 恐怕是普通舞者的十几倍之多 所以 才能够与他抗衡 让你吃惊了吗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即便这样 又如何 大汉冷哼一声 刚才只不过是 我的六成功力 五折 九重的力量 你即便血气再强 也不可能抵挡住 杀 为我弟偿命 大汉双眼赤红 身上的气势再度猛然一提 顺时间强横的气息爆发 实力比起刚才又提升了一大截 直接朝着陈二狗碾压而去 哄 陈二狗此时身上的血气力量 全部运转 顺时间 在他的身周 升起了一股血污气息 那磅礴的血气力量 使得周围的苦工连连震惊 砰 砰 砰 在与大汉交手的过程中 陈二狗的气势越发地勇猛 一招接着一招 竟能够将九重镜舞者的攻击 全部承受住 而且能够与对方实力旗鼓相当 竟然这么强 周围的人已经惊呆了 他们没想到陈二狗居然能够 与九重镜舞者不相上下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大汉越战越心惊 明明只是四重镜舞者 这小子怎么可能会跟自已打的旗鼓相当 有什么不可能 陈二狗说道 论实力 我可能不如你 但若论战斗技巧 你仍旧差了一点 他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吹嘘 毕竟陈二狗 也算是身经百战的人 再强的高手 他也遇到过 面前这九重镜舞者 实力确实强 但拥有的力量 大并不算是真正的强大 武道与陈二狗之前 修真一样 都有天地间的均衡所在 以柔克纲 四两拨千斤 在陈二狗的身上 能够发挥到极致 以以至长功比之短 这便是陈二狗面前强者的路数 战斗技巧 一派胡言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你的任何战斗技巧都是白费 大汉一声怒吓 身上的气势再度暴涨 力量猛然凝聚到极点 他此时已经拿出了全部的力量 天绝旋风腿 嗖的一声 大汉身形猛然一转 整个人顿时 犹如旋风般旋转 凛冽的进气 直接横扫而出 仅仅是身体旋转之时 所爆发的力量 就将周围的石壁震得 不断四分五裂 以快快山石崩塌 周围的那些苦工 不禁惊恶地瞪大眼睛 他们都知道 这大汉实力强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 这片矿区的老大 但是真正见他出过手的 没有几个 仅仅是现在所爆发出的力量 就让这些苦工震惊不已 心里想到 若是自己站在他面前 恐怕此时已经被碾碎 这恐怖的力量 无人可以与之抗衡 陈先生 陈二狗 王虎和苏雪 直接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看着眼前这一幕 无法做到 不替陈二狗担心 这矿区老大的实力 如此凶猛 是他们从未想到过的 但是 对方此时已经杀来 他们虽然为陈二狗担心 但却不知道该做什么 顺时间感觉到窒息 然而 就在大汉杀气腾腾扑来之时 陈二狗却是握紧手中的铁稿 随即一声轻喝 雷霆十三剑 刷 但见陈二狗将铁稿 犹如长剑般探出去 在那大汉的攻势之下 铁稿上闪烁出一道 剑气寒芒 砰的一声 忽然 那大汉直接被震飞 什么 在场的那些苦工 以为自己眼花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 顿时感觉到 像是在做梦一样 况去老大 竟然被这个小子打飞了 这怎么可能 就连那矿区老大 都充满了不可置信的震惊之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自己一个 堂堂九重镜舞者 只差一步就踏入真武镜 而且所用的 乃是他引以为傲的 武学天觉旋风腿 平之这一招 几乎能够 与真武镜高手抗衡 然而一个四重镜舞者 竟然将自己这一招破了 这绝对不是真的 你根本不是四重镜 那大汉眉头一皱 脸色争鸣地说道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信不信随你 如果你是四重镜 即便身上的血气力量再强 也不可能将我这一招击破 就算是真武镜高手 也没有绝对把握击破我这一招 陈二狗轻笑了一声 说出这句话 只会充分地表现出你的见识段 刚才我说过 论武斗技巧 你根本就不是我对手 陈二狗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的天觉旋风腿很强 这无庸置疑 而且我能看出来 它的威力来源于它的速度 用速度带动力量 是很多经典武学所惯用的招式 原本有一分的力量 在速度加快之下 便可能产生两分的力 再快点便是三分 四分 听到这里 那大汉原本愤怒争鸣的脸庞 漠然露出恶然之色 他没想到陈二狗 竟然将自己这一招 天觉旋风腿的内核分析得如此透彻 就仿佛 他曾修炼过这一招 但听陈二狗继续说道 而想要破解你这一招也很简单 那就是比你更快 在你的速度 还未完全将力量爆发出来的时候 将其击破 我的雷霆十三剑 快若迅雷 正好合适 其实陈二狗 这一招雷霆十三剑 是从正男那里偷学来的 也不算是偷学 因为他看到 别人使用过什么招式 只要不是太复杂 太悬傲 基本上一眼就能将其推演出来 毕竟他之前 曾是杜杰境高手 早已达到天人合一 融合贯通的地步 陈二狗这番话落下 顺时间 全场鸦雀无声 落真可闻 众人都已经被他刚才的实力 以及这番话 震惊地说不出什么 不 那大汉知道 陈二狗说得有道理 但是他从根本上就不相信自己 会被一个四重镜舞者击败 除了心有不甘 他更远相信 这只是自己做的一场梦 根本就不是真的 还是不行吗 陈二狗眼睛微微一眯 随即扔掉手中的铁稿 忽然身形一转 嗖嗖嗖 什么 看到他这个动作 那大汉与周围的上百名矿工 顿时震惊的眼珠子 都快掉到了地上 陈二狗现在所施展的 好像就是天绝旋风腿 砰砰砰 那大汉刚从地上爬起来 迎面便看到 陈二狗使用天绝旋风腿袭来 这一次 他无法像陈二狗一样 击破这一招 顿时在陈二狗的攻势之下 狠狠地挨了一顿打 整个人直接像是陀螺一样 被狠狠地抽飞 而陈二狗所使用的这一招 不单是天绝旋风腿的力量 其中更是蕴藏着 磅礴的血气之力 即便九重镜舞者 那大汉直接被陈二狗 施展的这腿法 踢得鼻青脸肿 咔嚓咔嚓几声 就连肋骨都断裂几根 最后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得亏他拥有 九重镜的实力 身体的承受能力较强 若是换作其他的舞者 不死也要丢半条命 老大 看到那大汉 被陈二狗踢得狼狈不堪 众人内心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 老大被欺负 老大你没事吧 一名苦工连忙跑上去 想要将那大汉 从地上扶起来 滚开 但那大汉直接把他推到一边 然后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 一双眼睛 立即直勾勾地 盯着陈二狗 从他眼神之中 散发出一阵很忙 似是要将陈二狗生吞活泼 老大的实力 应该不止这些 不错 毕竟九重敬五折 他刚才肯定只是轻敌 被那小子破解招式 接下来老大拿出全部实力 定会将他击败 有人笃定地说道 其中不少苦工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老大的表现 跟他的实力不相符 让他们怀疑 老大还留有后手 这次恐怕要将这小子赶尽杀绝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 更何况这小子 服了他这个当老大的面子 就在众人心里 想到这里的时候 那大汉已经走到陈二狗面前 忽然双手一抱拳 紧接着又是一躬身 红亮的声音说道 老大 从今以后你就是这片矿区的老大 我朱天愿为你安前马后 撕 瞬时间 在场的所有人 纷纷到吸一口凉气 有几个人更是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老大 老大朱天竟然认这个小子当老大 如果这番话不是从朱天的口中说出来 打死他们都不敢相信 老大 这小子怎么 原本跟着朱大肠身边的一名亲信 皱着眉头跑来 脸上充满了不服气的表情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啪的一声 朱天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 吓得 我现在不是老大 别再乱叫 什么这小子 以后他就是我们老大 那名亲信被抽晕了 想要说什么 但是看到朱天那凌厉无比 仿佛要杀人的目光 立马一缩脖子 在尘二狗面前恭敬地喊道 老大 尘二狗眉头一皱 看向朱天 你这又是何必 朱天沉声道 谁有实力 谁就有资格当这个矿区的老大 刚才是我朱天有眼不识泰山 没有看出阁下是一位高人 所以 这个老大我心甘情愿让出 周围的苦工惊呆了 他们原本以为 朱天还留有什么后手 能够教训尘二狗一顿 但是他们没想到 刚才那就已经是 朱天的极限力量 非但没有将尘二狗杀掉 反而被尘二狗 轻而易举地化解 而让朱天真正有了 臣服尘二狗心思的是 刚才尘二狗所施展出的天爵旋风腿 那凛冽的攻势 就连朱天都感觉到 掌控的技巧 比自己都要精炼 而且 这一招是朱天家族祖传的武学功法 而且绝对不会外传 别人自然不会踏这一招 但尘二狗却能够施展出来 这如何不让朱天感觉到震惊 他立即意识到 尘二狗的实力不一般 肯定是一位高人 所以 对尘二狗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反转 面对这一幕 王虎与苏雪 差点把下巴惊掉 他们知道 尘二狗实力强 但是没想到 竟然强大到如此变态的地步 这一次 尘二狗不仅化解了 矿洞内的危机 甚至连原来的老大 都要对他俯首称臣 当老大 我没什么兴趣 尘二狗淡淡地说道 他来这里 不是当什么老大 而主要的任务是 前来找人 嗯 这句话说出来 顿时让朱天愣在原地 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该在说什么 这里的老大还是你 尘二狗对他说了一句 朱天又是一愣 他坚信 依然不容二胡 自己如果还当老大 尘二狗岂不成了白色 不过 朱天在这矿区内的老大 也不是白当的 他在思索之间就察觉到 尘二狗不像是高调之人 立马便明白该如何处理 好 既然老大如此说了 那我就从命 朱天说道 不过他 依然没有对 尘二狗的称呼改口 因为他知道 在外人面前 尘二狗不是老大 但在自己面前 还得客气地 称呼他一声老大 尘二狗其实不想招摇 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尘二狗说道 去我的闭关修炼的房间 朱天连忙说道 并将尘二狗 请到了他之前闭关修炼的地方 一个舒适而宽敞的房洞 跟外面简直有天差地别的感觉 你住得够舒服的 尘二狗淡淡地说了一句 朱天黑黑一笑道 当老大的都是这样子 在这个鬼地方 就是能够比别人多享受一些 不过以后这个地方 就给老大你住了 尘二狗点了点头 随即看了一眼 房间角落内堆积的废弃武灵精石 于是问道 在这个地方修炼 你还能吸收武灵精石 朱天回应道 对 每个月所产出的武灵精石 除了送到上面换取食物 我都会留下一小部分 工资以使用 如今老大你来 这精石以后 也会给你留下一部分 尘二狗摇了摇头 虽然能够留下一部分 但对他来说 一个月能得到的武灵精石并不多 而且他知道 若是自己也留下一部分 到时候送到上面的更少 能够换取的食物也变得更少 就会有人挨饿 说不定会再饿死几个 你任我当老大 而我之前杀了你的弟弟朱大长 你是心甘情愿地任我吗 尘二狗眼眸一眯 忽然问道 朱天微微一愣 随即他笑道 老大你不用担心 那不是我亲弟弟 他不过跟我同性而已 当时我当上这里老大的时候 就数他马匹拍得最欢 所以当时心里一高兴 就收下他当干弟弟 不过那小子也不老实 在我闭关的时候 不知道背着我 做了多少违背我的事情 但碍于我已经认他 也不好找他清算 老大你把他杀掉 正好帮我解决了这个麻烦 哈哈哈哈 我还要感谢老大你呢 听到这里 尘二狗一愣 随即无奈一笑 没想到 朱天与朱大长 没有什么关系 这里的苦工让你信任的有多少 陈二狗问道 朱天微微愣了一下 他不知道陈二狗询问这个做什么 信任谈不上 但他们任我做老大 我的命令他们必须听 如若谁敢不听 就是自找死路 在这个地方我有 朱天正说着 陈二狗示意了一下 然后将他的话打断 你先出去吧 有事我会再找你 陈二狗对他说道 好 有事老大尽管吩咐 朱天客气地说道 然后缓缓地走到了外面 先生 您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王虎在旁好奇地问道 找人 陈二狗说道 随即将青狼兽魂换出 然后在他的命令之下 直接化成了一道青光 朝着地底山层隐没而去 王虎和苏雪 见到青狼兽魂 已经见怪不怪 而且 刚才那批五灵精石与石中草 就是青狼兽魂发现的 现在陈二狗又将青狼兽魂召唤出来 不过此次陈二狗是需要青狼兽魂来找人 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矿洞之中 找到隔壁的矿区方向 以及确认王辰 正南他们是否在这里 哄 就在陈二狗释放出青狼兽魂不久之后 忽然房间内涌现出一股能量 这能量直接升腾而起 对石洞的上面冲击了一下 但很快 又旋转着飞了回来 瞬间融入到正在修炼的蒋小松体内 这小子突破了 王虎兴致勃勃地说道 看来那石中草不仅让他解恶 还顺带着提升了他的修为 陈二狗点了点头 此时 蒋小松缓缓地睁开眼睛 脸上浮现出一丝激动之色 毕竟修为能够突破一层 让他感觉到惊喜 多谢陈先生 但他也知道 这都是陈二狗帮忙之下 自己才会如此幸运 连忙前来拜谢 不用客气 以后你先跟着我吧 陈二狗对他说道 蒋小松微微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连忙兴奋地说道 是 陈先生 把那石中草拿来 陈二狗伸手示意了一下 王虎连忙将刚才采下来的石中草地上来 随即又疑惑地问道 先生 你准备怎么使用这东西 他原本不该过问 毕竟这是陈二狗找到并挖掘出来的 但耐不住好奇 陈二狗说道 这石中草用来炼丹最好 对 听说它本就是药材 王虎复生道 然后皱眉 难道先生是要炼丹 不错 陈二狗淡淡地一点头 此时连苏雪都感觉到诧异 不由地看向陈二狗 你难道会炼丹 略懂一二 陈二狗道 天啊 你真是个怪胎 怎么什么都会 苏雪惊讶地说道 学得多了 自然什么都可以信手拈来 陈二狗淡笑道 苏雪眸光一动 似是记住了什么 王虎则在一旁好奇地问道 先生打算怎么炼丹 这个地方如此简陋 恐怕连一个炼丹炉都找不到 这个世界的炼丹师并不多 但王虎也知道 炼丹需要炼丹炉才行 但眼前的环境根本不可能有炼丹炉 陈二狗则是淡淡地说道 这就是你见识浅薄了 即便没有炼丹炉 一样可以炼丹 没有炼丹炉也能炼丹 王虎第一次这么听说 不禁瞪大眼睛充满好奇地看着陈二狗 你们出去帮我找几样东西 如果能找到最好 没有就算了 陈二狗对他们说道 需要什么 王虎好奇地问道 陈二狗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对他们说了出来 紧接着 王虎 苏雪 蒋小松便出去寻找 过了半场的功夫 三人回来 不过跟他们回来 还有一个人 正是朱天 老大 这是你要的银丝木 这是六叶花 龙骨 说着 朱天献上一大把宝物 陈二狗看了他一眼 不禁疑问道 进来之前 空间带都被收走 你怎会有这么多宝物 听到陈二狗的询问 朱天黑黑一笑道 有时候上面盘查得不严格 就会有人把东西带下来 不过他们也守不住这些东西 都被我收缴上来了 这些年也积攒了一些东西 陈二狗听后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对了 老大 听说你要炼丹 我能在这里观摩吗 朱天搓了搓手 他刚才听说 陈二狗要炼丹 确实惊讶了一下 陈二狗的实力 已经让他这个九重镜舞者 感觉到震撼 没想到竟然连炼丹都会 朱天说是要观摩 其实也带着一丝怀疑的心思 陈二狗从朱天手里 接过他要找的东西 将其稍微整理了一下 并没有急着回答朱天的问题 看来是我多问了 朱天不由地善善一笑 觉得陈二狗不会让他观摩 于是准备离开 无妨 而此时陈二狗开口 说道 你们往后退一下 把空旷的地方让出来 几人立马朝着后面退去 随即 陈二狗拿出一块块武灵精石 直接朝着地上扔去 看到这一幕 几人 有些不理解 不知道陈二狗 为什么要扔武灵精石 但紧接着他们发现 陈二狗扔的精石 并不是乱扔 似是有规律在其中 但现场的几个人 却没有一人能够看出来 七 当陈二狗扔下一些精石结束之后 忽然取出一张灵符 直接朝着地上扔去 嗖嗖嗖 随即 一道道光芒 骤然从那精石之中闪烁而起 紧接着形成了一道道光束 同时几人感觉到 在那光束之中 蕴藏着一道道能量 但见光芒交汇之间 一个阵法迅速地升起 竟然是阵法 此刻 已有五折九重镜的朱天 率先看出了端倪 看出陈二狗刚才扔下的精石 其实是用来布置阵法 紧接着 王虎和苏雪也明白过来 阵法直接从地上升起 一直悬浮到陈二狗的面前 厉害 朱天不禁称赞了一声 他的话没有任何虚夸的成分 因为就连他也看不懂 陈二狗布置的是什么阵法 反正看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 甚至这一刻 朱天都感觉自己孤陋寡闻了 啪啪 随即 陈二狗拿出银丝木 直接扔到了阵法的下面 然后朝着王虎喊了一声 点火 王虎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立即将银丝木点燃 捧的一声 熊熊火焰当场燃烧起来 房间内的温度 也在这瞬间升高 银丝木是一种奇特的木材 它跟普通的木材一样 可以燃烧 不过比起普通的木材 它燃烧的火焰能量更大 而且由于它的特殊性质 燃烧的时间更加持久 火焰在阵法的下面燃烧 直接将阵法所散发的光芒 烧得通红 似是被火焰完全地包裹住 难道这就是不需要炼丹炉 就能炼丹的手法 旋即 王虎似是意识到什么 不由地猛然一惊 它猜得没有错 只要拥有火焰与灵阵 陈二狗便可以炼丹 以灵阵作为载体 这种手法是他从藏书阁的一本炼丹书籍中所学到的 其他人也可能看到你书籍 但是对此兴趣不大 虽然也有人想要学习 可尝试一百次都无法成功 要么就是灵阵控制不好 要么就是火候控制不住 到最后全部废弃 久而久之 也就没有人喜欢这种方式 甚至有人直接认定这样的炼丹方法 就是写出来糊弄人的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成功 陈二狗虽然是来到这里第一次炼丹 但是他的手法却十分的娴熟 待到火势旺盛 炼丹灵阵已经到了火候的时候 陈二狗不紧不慢地 将准备好的主要药材十种草投入其中 另外还有集中服药 是他让王虎等人出去寻找 朱天送来的一些药材 这些药材全部投入其中 片刻之后 一股焦香浮现出来 烧焦了 炼丹失败了吧 朱天抽了抽鼻子说道 王虎和苏雪也这样认为 他们虽然没有炼制过灵丹 但光是闻到这股气味 就觉得情况有些不对 似是炼制失败 没有失败 陈二狗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之 手中的灵绝已变 但见他控制的灵阵 猛然一阵抖动 片刻之后 一片黑色的粉尘 从中飞了出来 扑 王虎和朱天靠得比较近 直接被喷了一脸 这是什么东西 王虎皱着眉头说道 药材之中的杂质 陈二狗说道 这一步主要是将杂质剔除 有很多炼丹者爱惜药材 甚至不舍得将杂质剔除出来 而这样做最后的结果 将会直接影响承担的品质 有些东西该舍弃就舍弃 陈二狗说的这些话 虽然王虎等人也能听懂 但还是不能充分地理解 剔除杂质似乎没有错啊 这应该是炼丹的正常操作吧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因为有些药材的价格昂贵 就算是药材之中杂质 那也是带有一定的营养成分 炼丹者不舍得放弃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带着药材的杂质 在最后出丹的时候 炼制出的丹药量会多一些 但相应的品质也会降低 一些专门售卖灵丹的铺子 就会为了追求量大 却没有剔除杂质 另外 想要将里面的杂质剔除 需要很精妙的手法 并不是每个炼丹师 都能将药材内的杂质剔除掉 对于陈二狗来说 他拥有娴熟的手法 所以这一步也相对比较轻松 紧接着便是炼制灵丹的真正开始 但见陈二狗不断地变化灵觉 来控制灵阵与燃烧的火焰 王虎等人越来越看不懂陈二狗的手法 除了站在一旁感觉到吃惊之外 脸上已经没有什么表情 嗡嗡 不知过去多久 银丝目几乎已经烧尽 那火焰的威力也逐渐降低了下来 那被火焰包裹的灵阵 忽然发出了一阵阵嗡嗡的震荡声 似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冲出来 出单了 朱天准备收单 陈二狗忽然一声清贺 朱天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连忙从空间带内拿出一个瓶子 眼巴巴地望着那被火焰包裹的灵阵 同时心里惊讶地想到 这就炼制成灵丹了 怎么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哄 正当朱天惊讶之际 灵阵忽然炸开 随即从里面喷涌出一颗颗丹丸 朱天连忙反应过来 大手一挥 带动一股气浪 还没有等丹丸散开 全被他收拢到瓶中 多少颗 王虎询问道 刚才他看着出单的数量不少 朱天这才在瓶子里面数了一下 然后说道 好像有二三十颗 王虎惊讶 他虽然没有炼过丹 但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 经常听说 第一次炼丹 能出两三颗就不错了 其他的全部都是飞丹 却没有想到 陈二狗第一次炼丹 非但没有使用炼丹炉 就连最后炼出的丹都出那么多 一时间王虎怀疑陈二狗 不是第一次炼丹 肯定是个老手 继续 此时 陈二狗炼制了第一炉丹 材料还剩下很多 于是他又炼制了第二炉 第三炉 到最后清点的时候 朱天发现 他一共炼成了一百多灵丹 这些由石中草炼制的灵丹 若是拿到市场上 能卖不少的武灵精时 陈二狗 暂时没有在意那么多 他炼制完灵丹之后 便缓缓闭上眼睛入定 刚才炼制灵丹 消耗了不少的真气 现在需要恢复 朱天 王虎和苏雪三人 则欣赏着陈二狗炼制的灵丹 不知过去多久 忽然间 一道呼啸的声音传来 但见一道清光冲到房间里面 紧接着又冲入了陈二狗的体内 刚才那是什么 朱天没有见过清狼兽魂 不禁惊讶地问道 王虎想给他解释一下 不过 此时陈二狗已经睁开眼睛 找到了 什么找到了 朱天疑惑地问道 王虎和苏雪 知道陈二狗所说的什么 刚才清狼兽魂 被陈二狗安排出去 就是去寻找他朋友王辰 郑南的踪迹 现在清狼兽魂带回信息 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存在 但清狼兽魂暂时无法与陈二狗进行沟通 陈二狗只能知道 清狼兽魂确实找到他们 并且确定了方向 随即 陈二狗看向一脸好奇的朱天 微微思考了一下 然后陈二狗问道 你想不想出去 出去 朱天愣了一下 为什么出去 这是什么废话 不出去 难道你要在这里被困一辈子 陈先生可能想到办法 能够带你们出去 王虎说道 朱天顿时雄躯一阵 他看向陈二狗说道 出去 当然想要出去 可是 从这里逃出的道路 只有一条 只能通过进来的那个井口 那个地方一守难攻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而且 上面还有一批舞者 他们都是徒老大的手下 其中不乏高手 就算我们能够从井口冲出去 到时候也会被他们拦截下来 又被抓回来 出去 几乎没有什么希望 说到这里 朱天的脸上 不禁浮现出了黯淡之色 陈二狗看了眼他的表情 现在可以确定 朱天也想要出去 只不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出去 若是将各个矿区之间打通 将所有人集结起来 有没有机会冲出去 陈二狗问道 什么 朱天文言不由的一正 他惊讶地说道 你要将所有的矿区都打通 这里至少有十个以上的矿区 上千人 如果能够把他们全部集结起来 确实有机会冲出去 朱天说到这里 不禁感觉到一阵口干舌燥 这种事情 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集结上千名被困舞者的场面 确实够庞大的 陈二狗点了点头 然后对他说道 现在将所有的苦工都集结起来 现在就做 朱天不禁疑惑 不该准备一下的吗 事不宜迟 陈二狗轻轻地说道 朱天立马领命 随即 他按照陈二狗的吩咐 将这里的苦工全部集结了起来 陈二狗看着眼前这上百名苦工 知道这里的每个人 都是之前犯了大罪 才被流放到这死魂岛上来 其中不乏大奸大恶之人 但是在这死魂岛上的地底矿洞里面 不管他们以前做过什么样的恶 有多么的阴险狡诈 现在就像是被磨去了棱角 在这个地方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苟延残喘地活着 因为除此之外 他们没有任何的选择 你们谁想出去 陈二狗忽然问了一声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原本死气沉沉的一群苦工 眼中骤然散发出清光 犹如一头头刚睡醒的野狼 听到出去这两个字 使得所有人精神一震 但很快 他们目光有瞬间暗淡了下来 因为他们知道 想要出去根本不可能 否则的话 也不会被关在这里这么多年 甚至就连一直都变得消沉 逃出升天 对他们来说 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现在也只是在奢望的期待 有的人坚持不下去 就死在了这个地方 他们知道 自已的结局 也可能只有两种 要么死在这里 要么狗言残喘地活到最后 天降奇迹让他们出去 但奇迹怎会轻易发生 陈二狗询问了一句 便没有再多问 因为刚才 他已经将在场的 所有人神情都尽收眼底 好了 你安排他们开始干活 陈二狗对朱天说道 朱天立即按照陈二狗的吩咐 将这些苦工 带到了指定的位置 顺着陈二狗所指的方向 开始挖矿 一天过去 两天过去 三天过去 这些苦工 不知道将他们集结在一起 挖矿是为什么 也没有敢多问 因为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错话 会有很可怕的下场 他们只能像是机器一样 没有任何感情的埋头苦干 轰隆 几天之后 忽然一声巨响 直接震醒了正在修炼的陈二狗 怎么回事 陈二狗立马一阵旋风似的 冲入外面 他方了 先生 这下麻烦了 朱天脸色十分难看的 朝着陈二狗走来 他方 情况怎么样 陈二狗不由地深吸一口气 他知道 在这地底深处出现他方之后 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如果是大面积的他方 就像是一座小山直接压下来 即便是舞者 也承受不住 情况很惨 朱天皱着眉头说道 先生你 还是过去看看吧 陈二狗 王虎 苏雪等人 来到山体坍塌的地方 直接被面前的景象惊住了 他现的地方 确实像是一座小山压下来 上百名苦工 全部都被压在了下面 有些保留着实力 还能够勉强抵挡一下的苦工 从里面爬了出来 有些比较幸运 被埋得不深的苦工 也能爬出来 但是还有一部分苦工 直接被岩石泥土 狠狠地砸在了下面 待到把他们挖出来的时候 有的人身负重伤不能动弹 有的人甚至已经奄奄一息 上百个人瞬间倒下一大半 要不要通知上面 朱天皱眉问道 现在最好别惊动上面 陈二狗直接将他拦住 朱天连忙点头道 是 不过 这次恐怕会死很多人 到时候 我们矿区的人手就不够了 上面要求交上去的精石最低指标 恐怕都完成不了 说到这里 朱天的眼中充满了担忧之色 先别担心 这件事我来处理 陈二狗说道 并朝着人群看去 此时有受伤的苦工 不断地被挖出来 虽然也有人在包扎伤势 但陈二狗却看到 有些身负重伤的人 直接被扔到了远远的地方 甚至没有人理会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 你们扔在这里做什么 陈二狗上前质问 那些苦工冷漠地说道 就不了了 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 陈二狗皱眉 他知道在这个地方 物资十分的贫乏 一旦有人受伤 想要治愈 都是十分麻烦的事情 而若是出现他方 有大量人员伤亡 必须就要通知上面的人 不过 陈二狗暂时不想 被上面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先生 这该怎么办 王虎问道 陈二狗深吸一口气 然后拿出一个瓶子说道 幸好前段时间炼制了几炉灵丹 这些食草丹分下去 一人一棵 一旁的朱天忽然眼前一亮 他这才想起 之前陈二狗炼制的这食草丹 这种灵丹是始终草炼制而成 作用相当强大 其中就包含了治疗伤势的作用 于是连忙上前帮忙 对了 给那些重伤的人用的时候 一定要将灵丹分成两份 一份内服 一份外服 陈二狗又嘱咐了一声 一时间 王虎 苏雪 朱天 以及蒋小松 纷纷加入抢救行列 陈二狗也没有闲着 手中拿着食草丹 直接去救治那些 身受重伤的苦工 他心里清楚 现在还不能失去这些人 在陈二狗拿出这大批的灵丹之后 那些苦工不由地震惊了一下 这食草丹 他们以前听说过 若是能够拿到市场中售卖 保证能够大赚一笔 但是没想到 陈二狗竟然将几乎所有的灵丹都拿了出来 甚至给那些伤势已经很严重的伤者使用 这些伤势严重的伤者 基本上没有救回来的可能 但是随着食草丹的药效发挥 那些人非但被陈二狗等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甚至身上的伤势也在好转 而且 这里的苦工由于长年饱受折磨 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 甚至有很多人修为都已经下降了很多 然而在服用了食草丹之后 他们感觉到身体仿佛被焕发了生机 整个人又充满力量 陈二狗所炼制的这几炉食草丹 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变化 矿区内所有的苦工虽然都是被流放至此 即便没什么好人 但对于陈二狗的印象 大多数都有了好感 几天过后 基本上所有人的伤势已经好转 诸天已经开始安排人清理坍塌的地方 不过这时候 陈二狗却将所有人都叫停 先生 这是准备放弃 诸天疑惑地询问 毕竟这次坍塌 对矿区造成不小伤害 虽然人都被救过来 但发生这种事后还是很难处理的 要不是陈二狗这次有十种草炼制的灵丹 一半的矿工都要玩玩 这次只能说是侥幸 不会放弃 陈二狗对他说道 该挖得继续挖 不过这些天我想过一件事 朱天好奇道 什么事 陈二狗道 这些矿工的实力参差不齐 如果他们的实力稍微高点 在上次的坍塌中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受伤 朱天点头 这倒是一句实话 毕竟只有强者才能活过来 但随即朱天猛然意识到 不知陈二狗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不禁又好奇地看向陈二狗 所以我已打算好 集体训练 提升实力 集体训练 听到这里 朱天愕然一愣 他来到这里这么多年 都没有想过什么集体训练 陈二狗猛然说出来 差点没有让他反应过来 不错 以后将矿区内的所有人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继续挖矿 另外一部分则参与训练 然后一天之后再轮换过来 现在 你先将大家集结 陈二狗说完之后 朱天只感觉 陈二狗的这个集体训练计划 简直是破天荒 但又好奇 陈二狗会对他们进行怎样训练 于是匆忙按照陈二狗的吩咐 将所有人又召集起来 听说陈二狗要搞集体训练 这些苦工心里倒是有些期待 因为他们已经厌烦了 一天天地做苦工干活 如果是训练的话 应该会很轻松 陈二狗看着眼前 这些被集结起来的苦工 知道他们都是舞者 而且其中不乏高手 像是朱天这样 修为比自己还要高 普通的训练肯定已经不适合他们 看来需要一些特殊的训练 而如何进行集体化的特殊训练 这确实是个难题 不过陈二狗稍微思考了一下 心里顿时有了一个主意 陈先生 你说要让我们训练 到底怎样训练啊 其中一名苦工问道 闭嘴 朱天直接呵斥一声 先生还未开口 你们少说话 陈二狗淡淡地说道 无妨 在训练开始之前 我需要你们每个人都展示一下自己所修炼的功法 呃 众人一正 不明白陈二狗要做什么 不过在朱天的命令下 所有人逐个地上前展示自己所修炼的功法 而且这也没有什么好隐瞒 在这个地方每个人有什么本事 大家已经心知肚明 陈二狗将每个人所施展的功法全部都记了下来 先生 你记这些有什么用 王虎疑惑问道 过两天再告诉你们 陈二狗对他说道 然后又对朱天说道 让他准备一下 两天之后便开始集体训练 先把两部分人分好 朱天领命 随后 陈二狗回到房间内 这次没有让王虎 苏雪等人跟着进来 他一个人在房间闭关了两天的时间 两天之后 朱天已经按照陈二狗的吩咐 将所有人分成了两组 其中一组已经去挖矿 另外一组则集结起来 准备开始训练 但在准备好之后 却迟迟不见陈二狗现身 陈先生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 集体训练哪有那么容易 是啊 大家都有了一定根基 而且发展的方向也不相同 想要一起训练 确实没那么简单 陈先生出来了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陈二狗的身影 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再次见到陈二狗 众人默然发现 他身上的气息 似是与以往不相同 紧接着 陈二狗身影一动 脚下的步伐 犹如踩着流云般 瞬间飘飞到众人的面前 咦 就在这时 其中一名苦工忽然惊讶了一下 然后说道 刚才陈先生施展的步伐 怎么像是我的流云步 不 不对 那苦工说着又挠了脑脑袋 跟我的流云步不完全一样 是不是我看错了 正当那苦工疑惑之际 陈二狗已来到众人面前 随后淡淡一笑道 刚才你没有看错 这两天 陈某将你们上百人所修炼的数百种功法 进行了整合 融合为一种功法 啥 众人不由的一镜 将数百种功法融合为一种 解不说每种功法其中的差异性 就算是能够融合 也不可能 是一个只有五折镜的年轻人能做到的 这完全是相当于 自己开创了一种新的武学 就连诸天都感觉到震惊 但在众人惊讶过后 他们又纷纷怀疑 陈二狗用两天的时间 融合数百种武学功法 自创出武学来 那威力究竟是强 还是很拉胯 陈先生 你融合创立的这功法叫什么名字 其中一名苦工问道 暂时没有名字 既然是融合数百种功法而成 就叫他百化真经 陈二狗缓缓地说道 这其中包含了一整套的剑法 拳法 腿法 谁若想要试试威力如何 尽管一试 话音落下 众人不禁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暂时没有人上前 我来 但随即便有一人直接站出来说道 让我来试试 老大 众人纷纷看过去 站出来的那个人正是朱天 就让我用天绝旋风腿来挑战一下百化腿法 朱天也没有客气 话音落下之后直接施展出天绝旋风腿 丝毫没留情地朝着陈二狗冲去 他知道即便自己用全力 陈二狗也能应付得了 如果应付不了 只能证明 陈二狗以数百种功法融合的武学威力不行 砰 就在朱天邪带着气势汹汹的力量 冲到陈二狗面前时 只见陈二狗一跃而起 直接踢出一脚 这一脚没有任何华丽的招式 只是普通的飞跃一脚 但在出脚之后 陈二狗整条腿都仿佛消失不见 下一刻 砰的一声闷响 朱天的天绝旋风腿当场被击破 同时 整个人也受到一股力量冲击 直接倒飞了出去 众人惊愕地看到 朱天当场便被震到了十米开外 但是 他们却没有看到陈二狗刚才是怎么出脚 顺时间 全场寂静无声 众人不由地沉浸在 陈二狗刚才那一脚带来的震撼中 就连朱天这样的高手 脸上都不由地浮现出异样的神色 连忙上前恭敬地说道 陈先生 这一套百话真经 可否传授给我 陈二狗淡淡一笑 当然可以 从现在开始 你们每天的训练 便是修炼百话真经 众人顿时群情振奋 随即 在陈二狗的亲自指导之下 集体训练开始 王虎 苏雪两人也加入了训练的队伍 按照陈二狗的估测 这些人用不了一个月 就能掌握百话真经 因为这套武学 是从他们每个人的 招式之中提炼而来 现在又传授给他们 而他们以前所修炼的功法 则是最坚实的基础 而在这其中 让陈二狗感觉到意外的是 蒋小松成长 让他惊讶了一下 在修炼百话真经之前 他的修为 不过是五图三重 而后的一段时间内 蒋小松修为迅速地暴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直接窜到了五图九重 即便是陈二狗利用寿魂修炼 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才会使得修为暴涨 但蒋小松 却是凭着坚持不懈的毅力 一步一步修炼到这种地步 不打了 你饶了我吧 一名已有舞者二重的苦工 连连求饶 而与他交手的蒋小松 却感觉意犹未尽 仍想抓着他切磋 那苦工直接转头就跑 同时心里感觉到震惊不已 蒋小松的成长 未免太变态了 不但修为增长迅速 就连他所修炼的百话真经 都比别人掌控得更加精炼 即便跟二重敬舞者交手 他也不落于下风 又是几天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 正在修炼的一群苦工 瞬间大吃一惊 紧接着 有人便如惊弓之鸟一般 迅速地循着声音望去 难 难道又有地方坍塌了 上次坍塌的事情 已经成为了这些苦工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此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不禁一个个紧张了起来 过去看看 陈二狗说道 就在训练的众人 朝着那个地方跑去的时候 迎面一名前去挖矿的苦工 也朝着这里跑了过来 还未来到众人的面前 但听那人兴奋地叫道 打通了 我们跟另外一个矿区打通了 文言 陈二狗 王虎等人神色一喜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终于打通到另外一个矿区 人怎么样 有没有人受伤 陈二狗连忙问道 那苦工连忙恭敬地回答道 回禀先生 打通的瞬间 确实发生了一次坍塌 但是这次并无大碍 坍塌的面积不算大 而且最近大家实力都上涨了很多 直接从危险区域冲了出来 只是受了一点小伤而已 听到这里 陈二狗微微地松了口气 看来这段时间的训练 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快走 所有人都跟上 陈二狗直接将所有人都叫上 马上能够见到王辰和郑南 他心情不错 不过他心里也清楚 跟对面的矿区打通之后 对面矿区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反应 说不定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随即 陈二狗加快了步伐 砰砰砰 此时 陈二狗还未完全从通道出来 便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不用想 自己这边的人已经跟对面打了起来 待到陈二狗冲过去之后 果然如此 一部分先过来的人 与对面的一些苦工打得热火朝天 双方的战斗力都不弱 但是这段时间 自己这边的苦工经过训练 而且修炼百花真经之后 实力已经更上一层楼 在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 自己这方的苦工已经占据了上风 对面的苦工明显被压制 被逼迫得连连后退 快撤 这些人实力很强 赶快去通知老大 我们被人偷袭 有人要掠走我们的精石 听到这里 陈二狗无奈一摇头 没想到刚打通通道 自己矿去这方的苦工 第一个想法 就是抢夺对面的精石 曾经凶神恶煞的本性 完全释放出来 抢取豪夺 其实也不全怪他们 因为陈二狗并没有对他们说过 是要找人 这些苦工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 实力大涨 自然是想要武扬威 直到陈二狗喊了助手 他们才停下来 陈先生 其中一名苦工惊喜地说道 没想到 按照你说的挖下去 竟然挖到了另外一个矿区 对面这些人实力不怎么强 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地方侵占下来 陈二狗还没有说话 朱天不由地眉头一皱 朱天知道 陈二狗为何要挖到对面来 他是为了找人 如果把对面的老大惹怒 到时候 对陈先生所找的人来说 可能有什么危险 蠢货 陈先生都没有发话 谁让你们动的手 朱天直接呵斥 那苦工愣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事 先过去看看 陈二狗淡淡地说了一声 然后带着人 直接朝着对面的矿区不断地渗入 看 对面的人已经集结了起来 他们过来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对面的人马便集结了起来 直接气势汹汹地朝着这边杀来 领头的是一名身材矮小的男人 皮肤也比较黑 但目光之中却泛着金光 同时透着一股凶狠之色 地耗子 看到对面的那个黑矮的男人 朱天直接喊出来 嗯 那被称作地耗子的男人 目光一鸣 迅速将朱天锁定 眼中透出一丝亚异之色 随即冷笑道 朱天 想不到 竟然是你的矿区 带人杀了过来 你想找死吗 说话之间 那被称作地耗子的人 眼中直接充满了杀意 同时 身上雄厚的修为 立即爆发出来 这股修为实力 与朱天不相上下 看来应该是五折九重 或者已经达到了真五镜 先生 此人外号的耗子 我跟他交过手 之前他的实力 就与我旗鼓相当 现在看来在这个矿区 也经济了不少 朱天对陈二狗说道 陈二狗点了点头 然后朝着地耗子那边看去 在人影冲冲中 目光一扫 直接看到了人群中的 王辰和郑南 与此同时 两人也看到陈二狗 惊讶地张大嘴巴 似是能够塞下一个鸭蛋 目光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之色 陈二狗冲着两人微微一笑 二狗哥 郑南直接朝着陈二狗这边跑来 哼 然而就在他动身的时候 忽然之间 一只手掌伸出 那手法极快 犹如霹雳闪电般 赫然一把将郑南捉住 小子 你想背叛老子 出手的人正是帝耗子 冷冷地盯着郑南 郑南连忙说道 老大 对面那人是我朋友 你朋友又怎样 现在你归老子管 若是不听老子的命令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帝耗子冷冷地说道 随即抓着郑南 直接扔给身边的一名大汉 把他的一只腿剁下来 帝耗子残忍地说道 他这是想要杀鸡锦猴 毕竟两个矿区的人都有认识的 如果都想背叛自己 那还了得 住手 就在那大汉 遵照帝耗子的命令 准备动手之际 朱天直接站出来 将其喝止住 朱天你没有资格命令我 滚到一边去 帝耗子冷冷地说道 朱天一皱眉 然后说道 帝耗子 你别误会 这次我带人过来 并不是要争夺你的地盘 听到这句话 帝耗子一伸手 示意那大汉先停下来 然后他看着朱天 继续说 朱天则继续说道 这次 我跟陈先生过来 是想告诉你们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 就能够从这个地方逃出去 帝耗子 你也不想整天被困在 这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吧 联合起来 逃出去 听到朱天的话 帝耗子缓缓地眯起眼睛 眼缝中仍旧透着一抹金光 随后他冷笑一声说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没有选择 朱天说道 可以不相信我 但你一辈子都将被困死 在这个地方 哈哈 文言的耗子不由地大笑道 即便困死在这个地方 又如何 老子现在 就是这地下的土皇帝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凭什么去外面的死魂岛受罪 听到这里 朱天不由地一正 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想到这地耗子竟然在这里做起了皇帝梦 朱天 让他清醒一下 此时 陈二狗声音一沉说道 好 朱天听到陈二狗的吩咐 直接一点头 朝着帝耗子冲了过去 帝耗子你真是冥顽不灵 在这里做土皇帝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凭你的实力还不够资格 哼 不够资格也轮不到你来说 今天就让你拜在我手下 对老子俯首称臣 帝耗子修为猛然运转 顺时间气势暴增 身上的修为顿时爆发而出 犹如在他的身周形成了一道风暴 天爆拳 随即的耗子一拳打出 矮小的身体却爆发出巨人般的力量 轰的一声 一拳打出 犹如天崩地裂 强横的拳进直接冲击而出 就连帝耗子身后的那些苦工 都不由地往后面退出树部 这一拳所爆发出的威力 让他们感觉到不寒而栗 天爆拳吗 面对帝耗子这一拳 朱天的嘴角微微一扬 随之清淡地说道 看来这些年 你的力量精进了不少 不过我的修为也没有落下 朱天说完之后 迎着帝耗子的攻势 同样也是一拳打出去 这一拳 没有任何华丽的招式 只是普通的一拳 甚至看不出 有什么威力所在 朱天你 未免太狂妄自大 竟然敢用拳法来跟我对抗 找死 帝耗子脸色阴冷地说道 他跟朱天交过手 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 朱天真正厉害的招式 是天绝旋风腿 如果朱天施展这一招 勉强还能跟他抗衡 但是朱天却选择了用拳法 帝耗子不是看不起他 而是对他的拳法充满了鄙夷 竟然敢跟自己的天爆拳对抗 瞧不起自己吗 哄 就在朱天出手之后 周围的人默然发现 他的拳头竟然像是消失了一样 但在下一刻 忽然一声沉闷的阵响炸开 两只拳头赫然撞击到了一起 伴随着巨响声 一股力量直接朝着周围激荡开来 化作一道道凛冽的封禁 刚才我怎么没看到 朱天是怎么出拳的 是啊 我也没有看到 难道是他的出拳速度太快 导致我们根本无法看清 帝耗子身后的那些苦工 不禁惊讶地议论道 登登登 而就在与朱天交手之后 帝耗子感觉到一股力量 犹如惊涛骇浪袭来 身体赫然被震退 一直倒退了三四步 等他稳住身形的时候 目光之中 顿时充满了震惊之色 怎么可能 你的拳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 朱天冷然一笑 道 帝耗子 我已经警告过你 你现在的想法 就是在白日做梦 连我的都对付不了 还想当地下土皇帝 朱天你找死 帝耗子刚与朱天交手 便被挫败 当即勃然大怒 直接运转全身的力量 朝着朱天杀去 两人之间的战斗赫然展开 而众人都能清晰地看到 这纯粹就是单方面的压制 朱天那普而不华的一朝一世之间 蕴藏着惊人的力量 甚至凭着敏捷的步伐 帝耗子的攻击连连扑空 不出片刻的时间 两人的战斗结束 朱天直接一脚将帝耗子 踩在脚下 随即 朱天的目光 朝着那汉子看了一眼 说道 马上把人放了 那壮汉顿时愣住了 没想到朱天 竟然将帝耗子碾压 愣神之际 朱天又是一声呵斥 你也想与我切磋两招吗 那壮汉 连忙将郑南放开 二狗哥 郑南立马兴奋地 朝着陈二狗跑来 王晨也来到了陈二狗的面前 两人见到陈二狗激动不已 陈二狗看到两人安全无恙 心里也不由地松口气 随即他问道 杨雄呢 听到陈二狗的询问 两人不由地摇了摇头 王晨说道 我们被抓的时候 让老大先走 毕竟能有一个人逃走 也比全军覆没强 老大也成功逃走 但现在却不知道 他去了什么地方 没想到 二狗你也被抓了进来 说到这里王晨的 神色有些暗淡 看来想要在这里 度过半年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 来连陈二狗都被抓住 而且 传送时 也在杨雄的身上 时间一到 传送时启动 他们没有在杨雄身边 最后将会被 永远困在这个地方 现在 除了老大杨雄 大家已经全部玩完了 不是 我是故意被抓进来 就是 准备救你们出去 陈二狗忽然一笑 嗯 王晨和郑南听到这话 顿时惊愕地看向陈二狗 故意被抓 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陈二狗竟然说他是为了救他们 才故意被抓进来 而听到这里 郑南当场热泪盈眶 竟激动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先生 就在这时候 朱天回到陈二狗面前 询问道 地耗子该如何处置 陈二狗目光一动 直接看向从地上爬起来的地耗子 随即问道 你想继续做你的皇帝梦 还是想跟我一起逃出去 帝耗子眉头一皱 道 小子你又是哪个 他见陈二狗长得年轻 而且没有什么架子 顿时眼神之中 充斥着一抹轻蔑之色 砰 而就在他话刚说出口 朱天直接冲上去 踹了他一脚 随即呵斥道 帝耗子 你把招子放亮点 这位是我朱天的老大 陈先生 别开口小子 闭口小子 要称先生知道吗 你恨的朱天 简直就是可笑 帝耗子冷笑 没想到朱天 这个赫赫有名的矿区老大 而且是九重镜的舞者 竟然任一个年轻小子做老大 甚至对那小子 竟是如此的客气 简直脑袋嗅斗了 看到帝耗子如此态度 朱天冷笑一声说道 实话告诉你 刚才对付你的那几招 就是陈先生传授我的 而且我们矿区的人都修炼了 你最好放老十点 否则就是招打 什么 帝耗子的笑容 瞬间将在脸上 不可置信地 看向陈二狗 刚才朱天那几招 不能说太厉害 而是相当厉害 打得他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但是令他想不到是 这几招竟然是出自陈二狗之手 开玩笑的吧 帝耗子不可置信地说道 他看起来 好像只是五者四重 或者五重的修为 怎么可能传授你功法 朱天冷笑道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帝耗子你 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刚才幸亏是我出手 若是陈先生出手 你已经死了 我不信 帝耗子一咬牙 被朱天这个九重镜的 五者欺负就算了 毕竟两人的修为实力 相差无几 现在 居然一个矛头小子 都敢压制自己一头 帝耗子断然不会忍受 眼中一抹寒芒闪过 赫然一拳打向陈二狗 先生小心 一旁的王虎 直接大叫一声 想要冲出去 但此时 陈二狗却是一白手 是以他们不需要动 砰的一声 帝耗子这强横的一拳 狠狠地砸在陈二狗胸膛 冲 到 冲